好,各位同學早安,我們來上課 剛剛電腦在更新,搞一下 好,我們今天來講這個MicroControl的Memory跟Imo 你們的Lab已經開始做了,這個禮拜應該要開始做第二次了 上禮拜對上禮拜Lab1Demo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遇到什麼狀況 還是一樣,如果你們沒有問題的話就歡迎你們跟我們提出來 就是寄信到,給我或是寄信給注意到現象 然後如果我們可以修正的,我們就趕快即時修正 那如果這個議題比較難處理的,那我們就再討論一下,再看怎麼做比較好 有同學說就是WeLab公佈到禮拜六就公佈出來 可是,我覺得禮拜天中午之後放就好了,就是大家不用那麼緊張 不用,就是禮拜六就開始寫作業,我覺得不需要這樣 所以,我們還是維持一樣,就是 因為這個難度應該沒有很高 所以就是,維持在禮拜天的中午Announce這樣子 然後,我相信有三天半的時間,絕對足夠大家來Demo 然後,在Demo之前把它完成了 OK 好,那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重要的東西就是 MicroControl裡面的IO的類別 然後,以及它的設計的原理 我們還會提一下,這樣子有講到一些memory的一些細節 再把它補充一下 然後,我就講大部分的內容 我可能上禮拜多多少少都有講到,然後還該到 那所以如果今天,我覺得好像已經重複講了 我覺得很快速的把它帶過,然後幫你們再來提醒一下重點 好,那我們來開始來上課 第一個,這個我們上次有講過了 就是MicroControl一個很重要的一個component 或是周邊元件,就是所謂的memory 那它最主要的用途,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就是拿來存,無外乎就是兩個東西 一個是你要執行的指令 一個是你要運算時候使用的這些data 或是運算過程中所要存入到memory 所以這個on-chip的 這個你的MicroController上面 跟它就是直接相限在同一塊封裝裡面的這一塊記憶體 最主要的功能基本上就是 你要讓它可以運作 而且讓它的運作速度是趕得上CPU的處理速度的 然後這就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讓它就是可以 讓它可以跟上CPU在處理的時候的運算 所以你有沒有想 為什麼你們在computer organization裡面 要去談,最後要去談這個memory hierarchy 這個是有原因的喔 因為當你今天這個是register 然後你們知道這有所謂的catch memory 然後再來是storage 這個每一層大概的速度就是差1000倍 可以嗎? 當現在的CPU 當現在CPU的clock array可以那麼高的情況下 唯一可以跟得上CPU處理速度的元件 基本上就只剩下這種快速電路 基本上就是用Latch或是FIFA 做的這種register 可以去跟得上CPU那麼快速的 的那個 的執行的頻率 所以你才會需要說 我今天register 因為沒有辦法做多 所以我需要就是 一個類似可以buffer 或是catch的一個device 或是一些其他一體元件 它的速度一樣夠快 但是它可以比register 它速度可能沒有像register那麼快 可是它足夠大 而且它的速度不會跟register差 所以有catch 那catch 基本上你可以去看一下現在的CPU 它們基本上可能有最多 你可以看到大概有所謂的Level4catch 就是Level1、Level2、Level3、Level4 然後越下面的它的那個一個catch line 就是帶上來上層catch的單位 比如說Level4 比如說Level4catch 我們已知的 它可能一次就可以帶1MB或是2MB的資料 從DRAM帶上來 可是Level4的Level4 它可能就變成比如說就是 幾K byte或是幾10byte 32byte這樣比較小 就是比較小單位的這種size上來 這個都是為了速度上 在設計上要考量 那你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我們基本上要注意的就是 你要讓你的 越上面的東西 越上面的merihard 越上層的這些 記憶體改良 必須要越接近CPU的處理速度 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那iCoConsure的memory上面 基本上就是會分成 它的memory基本上會分成 大概這幾個 一個是CPU的register 然後一個是所謂的primary 或是所謂的memory memory memory就是我們常常 在看到的 一般來講就是E-RAM 可是在 一般像這種已經封裝在 同一個晶片上 這種micro controller上面的memory的話 它可能就不會用到 它可能就不是用dynamic memory 它可能用static memory 配上fresh memory 然後我們後面也會再去解釋它 可以喔 那CPUregister上次其實有談過 那基本上它是用來去儲存 你在運算的過程中 計算在執行的過程中 所產生的暫時的結果 那這些register通常 在你的CPU裡面 大概按照我們這種 一般我們看到這種 embedded system用的 或者比較low 就是low cost的這種 processor上面的話 我們常常看到一定是會有 accumulate 就是你們在寫作業的時候 看到那個WREG 就是walking register 那有所謂的program counter 那這個用途 我們上次講過很多 我們有所謂的stack pointer 那上次有講到 最後沒有講到 怎麼去做一個stack 那你必須要一個stack pointer 或者去指責說 你現在你的stack的最頂端 那這個最頂端 其實會根據我們怎麼 使說它在memory上面的擺盪方式 有關係 那我們上次有說法 pick18 stack的使用方式 是由button to top 所以它是由 位置小的地方 機體位置小的地方 開始去往位置高的地方來 所以push進去 會導致你的stack pointer 然後加2 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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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pub的話就會 把東西pub出來之後 stack pointer就會-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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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上次我們沒有講過的 那你還有所謂的status register 比如說像一些 0 flag 或是有一些 有的沒有的這個flag 這種就是所謂的status register 會是這樣子 那我們的primary memory 或者是所謂的main memory 基本上就是你的一個主要的儲存的空間 那你的prover可以在這個 這個main memory 或是這個primary memory 這個上面去執行 可以嗎 那你的micro controller 對你的primary memory來講 你的micro controller 也就是你的cpu 必須要可以直接去assess 就是所謂的去存取 存取就包含去讀它 或是寫東西進去這個上面 所以你可以把 它要這個 你要你的這個東西 就是primary memory 是你的cpu 除了cache 以及register以外 最直接可以去存取的 一個然後比較大型的記憶體空間 這個是大家要知道的事情 可以齁 所以你的 因為你 你所有的存取都會發生在這個 cpu 都會直接對這個記憶體做存取 所以代表說 你的程式 就是在執行之前 它就必須被你放在你的main memory上面 這個是大家要知道的事情 可以齁 好 那你基本上就是 我們通常 你的main memory的size 一定會比我的register 來要大的很多 那像這個是一個比較低階的 我們在學的這個micro controller 是一個比較低階 比較入門的一個cpu 所以我們基本上不會在它上面看到cache 所以你不會去在這裡去談cache 所以除了register以外 你可以最直接去存取的對象 就只剩下你的這個main memory OK 那它的 那它的 這個main memory的速度 一定會比register來的小 但是 因為 你的pc18f 這種 embedded device 用的這種low cost 這種gp 它通常 它的cap rate 不會特別高 所以你的main memory 就不需要用到像dray 像ddr5 ddr4 這麼高頻率的那種材料 所以像我們 基本上在這裡面 我們的主要的memory 剛才就是用fresh memory去執行 可以嗎 它的program memory 就是用fresh memory去實作這樣 那它的cost 通常就是 我們因為cost上面考量 你的一般cpu都會有一些register 那像你的intel cpu 當然這個register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它多 你會多到一個程度 不會大到一個程度 可能幾百 幾十個register 或是大概100個register 左右可以去使用 然後 剩下來就是catch memory 這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那 這完全是因為 你的cpu的成本上 在設計上的成本考量 導致說register 沒有辦法 給太多 那 我們剛才有說 memory 基本上是用來去儲存 你的指令 或者是你要處理的data 或者是要使用的這些data 或者是要使用的這些data 那我們之前也有講到 對一個8bit的microcontroller來而言 就是我們上次有去講到 就是我可以處理的8bit 就是我如果拿一個8bit去描述 就代表說 我這個microcontroller 在看待我的memory的時候 它就是以8bit 8bit 8bit 為一個單位 那每一個8bit的單位 就是它可以讀取進來 然後去處理的 的單位大小 所以 我們就會把這個8bit 8bit memory 看成一個8bit 8bit的一個單位 然後這個8bit這個單位 有時候我們有給它一個名字 就說 就是一個我可以處理的 memory wall的size 就叫8bit 所以 這樣一個我可以處理的對象 對一個microcontroller 我可以一次性處理的記憶體的單位 這個單位 我們習慣上把它叫做memory wall 那這個memory wall的多少呢 像這裡是8bit 那我們就會說 這一個memory wall 一次處理的這個memory wall的單位 就是8bit 那我們有時候 如果今天對的是所謂的 這個16bit的controller 指的就是說 我每一次這個microcontroller 在去拿資料的時候 就是拿2byte 拿16bit 16bit出來 去assess它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會把這個memory wall的大小 就叫做2byte 也就是 一般大家習慣的一個wall的大小 所以 你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所謂memory wall 在CPU的architecture的設計上面 大家指的是 我一次性可以處理的記憶體單位 我可以一次打的這個記憶體單位 或是我去解讀它的這個記憶體單位 我是怎麼去看待它的 我是8bit上做一個位置 還是16bit上一個位置 是不是你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 你如果今天 在OS上面 有時候甚至 你去看一些文獻 有時候甚至有些人會去講說 它就要做所謂的byte addressable 就是它是用以byte來去定值 還是所謂的word addressable 可以嗎 就是它就會變這樣 那兩個人插一插在哪裡 畫一個例子給你看 假設通常是一個memory的空間 然後一樣都有16byte 假設都有16byte 在by addressable的下面 要去定值這16個byte的話 它基本上它就需要4個bit 就是0000001 一路到1111 我總共就可以把這16個byte 把它定值完 在所謂的word addressable下面 一樣是16byte的這個記憶體空間 因為我每一次存取的單位 就是兩個byte 就是一個word 所以這一樣叫做一個word 那這個就叫word0 下面這個就叫做word1 所以16個byte就可以 被我總共切成8個word 這個是word7 所以是不是就在定值的時候 就會變成我只需要0000001 一路到111 總共載個bit 我就可以把它定值了 對於同樣大小的16byte的空間 你用bio addressable 跟你用word addressable 看待上是不一樣的 大家要注意這件事情 好 那PIC18F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我可以直接去 address的最大的program memory的空間 是2的21次方個byte 也就是2MB的資料 2MB 所以我的forprogram memory 我把這把畫起來 那 for data memory address 的話 那在PIC18上面 它的長度就是12byte 它就12byte 意思就是我最多最多 那個PIC18最多最多 可以存的資料的最多的大小 就是總共就是4k byte 就是2的12次方個byte 因為我有12個位元 可以去描述我的data memory的address 也就代表說 我有2的12次方個byte 是可以被我定值出來的 那這個總共就是4k byte 的位置 是可以去存取的 那他們在表數上面 它就會基本上就是從000 一路到FFF 那000這個是16經緯 你要記得 這是0x000 然後0xFFF 那你把每一個 因為這是16經緯 這樣前面一個0 就可以換成000 000 就是一路就可以從12個0 然後 然後 001 1001 一路編到 全部都是1 12個1 那總共就 2的12次方個 byte 是可以被你定值到 這是它的data memory 可以去使用的這個範圍 可以 好 那這樣 我為了通常 我要很快的可以去 通常我在運算的過程中 data memory的位置 我為了要 就是我為了要很快的可以去存取說 或是說定位出 我要去哪一個data memory上面 去load資料到我的register 或是存資料 存回去 從register上面 把資料寫回去我的data memory上面 我們來討論這件事情 通常我為了要更有效率的 可以去把 我的目標的那個位置 就是memory上的某一個位置 去把它定出來 那 我們通常會去 用一個方法 再去加速 定值這件事情 所以通常叫做 所謂的RAM Banking Skip 我們會去做一個Banking 也就是說 我會把 這一大塊 2的12次方 個 2的12次方 byte 這個data memory 再去把它切成一個一個的bank 好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當我今天 我總共有 每一個byte 可以去定一個位置 每一個byte可以去定一個位置 我們有12個bit 這是我的data memory 我現在來討論的是data memory 大家注意意見這裡 那我們去看我們的data memory的話 實際上我有2的12次方byte 也就是4kb 4kbit 可以嗎 好 我們如果今天 一般來講 我如果想要去拿裡面的任何一個位置的話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必須去給一個12bit的位置 就是我要去填12bit的數字 這個12bit的數字 01的組合 然後比如說是0000 0111 然後1100 我想要去拿這個byte的資料 可是呢 我如果每一像 像我今天 我們之前其實多多少少都有講過 在pk18f裡面 我的instruction set 基本上每一道instruction都是由2個byte組成的 我們上次也有看過 你用2個byte去組成 那前面通常 前面8個bit 會是一個obicle 也就是說 你後面生的這個8個bit 就算你是一個 露的 或是store的這種資料 的指令 我要去存取哪一個位置 然後或是讀哪一個位置的內容 到register上面去 我從register上面寫到memory上面去 我會導致我後面都只剩下 最多最多 就只剩下8個bit 可以去填寫我的記憶體位置 假設我今天用的是 所謂的 direct addressing mode 就是我可以直接去定值的位置 就變成是只剩下8個bit可以存 可是我今天要描述一個位置 我需要12個bit 對吧 我需要12個bit 所以 我就導致說 我只有用8個bit 沒有辦法去有效的去描述12個bit 才可以指定去完的位置 那這時候怎麼辦 他就說 沒關係 正常情況下 他都會直接 就是直接就是 他就說 他就說 Now 我給你一個 我幫你 給你一個限制 讓你 或是給你一個彈性 他說 他做的事情就是這樣子 他把這2個12個bit 也就是4kb 每 欸 我想一下是每 每8bit 把他總共切成8個bank 把他切成8個bank 點點點 然後點點點 總共8個bank 這個是bank 0 bank 1 一路到bank 7 16個 16個 不好意思 是16個 所以這是bank 是16個 我把他切成16個bank 每一個bank 你可以去看 按照這個去切分 4kb 去除以16個bank 代表的是 代表的是 每一個bank 是256byte perbank 可以嗎 就是說 他把 256 就是每256個byte 切成一個bank 也就是說 第一個bank 這裡就有256個byte 那 系統 PIC18比較特別 他直接預設一件事情 就是說 假設 假設 你沒有去指定 任何的bank 的話 我基本上說 他有一個by default的bank 他是有 他有一個default的bank 是這樣子 去處理的 他就預設說 他有兩種方式去 去決定說 你要存取哪個位置 他這樣定的 第一種是 你可以先用一個指令 去選擇說 等一下我要存取的bank 都是哪一號 所以你可以第一個 先去設定 你的bank 之後 之後 一旦決定bank 你想一下 這裡面 一個bank 一決定 我基本上就是256個byte 請問你256個byte 可以用幾個位置 幾個bit 去定值出來 因為256byte 就是2的八四方byte 所以他就是 他只要用8個bit 就可以去定值 所以第一個 假設我今天先設定 某一個bank之後 比如說 我們這邊選定 叫bank 之後 因為bank裡面 就只有256個byte 也就是2的八四方byte 256個byte 總得哪一個byte 因為用8byte 就可以定值出來 可以嗎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就可以把這個8byte 這個8byte的內容 直接塞到這個指令裡面 然後直接去定值 好 這是第一種方式 那第二種方式 但是我可以不去設定 我可以不去設定bank 那這個時候 PIC18F 直接就會 by default 就幫你去 直接幫你定義出一個 他就會定義出一個bank 他有一個special purpose的bank 全民是什麼 我們講到後面裡面 會再講到 但是因為 我也忘記了 但他的概念是 他就會去把bank0的 上半部的128byte 加上bank15的下半部分的128byte 拿來去組合成一個 special purpose的一個bank 那我如果沒有去特定 去指定 我要去 access哪個bank的話 我就 always by default 就說 我要存取的bank 就是這個 這個128加128 256byte 256byte 這個內容去存取他 所以你要記得 我們為了 PIC18他在做指令集在設計的時候 他有去思考過這件事情 我為了要讓 一道指令 後除OP code之後 剩下這個8個bit 可以去描出一個記憶體位置 所以他直接 他會預設說 你會先去用一個 你會先去指定你的bank number 如果你沒有指定 他就直接就預設說 他有一個 所謂的special purpose的bank 是由上半 bank 0 上半部128byte 以及bank15的 最後一個bank的 下半部的128byte 所促成 那我等一下要描述的那個 那個位置 就會是在這個256byte裡面所形成 所以他的概念就變成這樣子 我會 所謂的banking skin brand banking skin 基本上概念就是 我把記憶體切成16個連續的bank 把也許編號值0到156 0到15 然後每一個bank都是256byte 我會把它切成16個bank 每一個bank是256byte 可以嗎 然後 根據我的instruction 我可以去設定 我可以 我可以去設定一件事情 就是 我可以直接去設定一件事情 我就是可以把 原先12bit的address 就是我要去描述 data memory的12bit的address 我就去做切分 後面這個8bit 我就是去來描述說 我決定了哪一個bank之後的哪一個byte 所以我可以去拿去描述說 我就已經決定bank 那這裡後面的8byte 就8bit就在跟我描述說 我是bank中的哪一個byte 然後前面的這個4個bit 我就把它切分 就拿來做bank number的編號 就是我去切完之後 就是把它寫成bank number的編號 這個 這個就是我去選擇 好 如果你還是覺得很抽象的話 你可以想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跟我們在講 就是 一群人的編號是一樣的意思 假設我今天有5000人 我們今天總共有5000人 5000人的編號分別是0到4999 我們這樣去想它 那我們今天 我們用一樣的概念去說明它 我今天如果是0到4999 那你就想 假設我今天想要每 它的概念就變成是 每1000人 就是每1000人 假設我把它編一對 那你的其中 你的0到999號的這些人 大家去除1000 是不是就叫做0 然後呢 於什麼 於0到999 然後你的1000號 到1999這些人 去除1000 他們是不是都叫 以儲物環的數值的上 都叫以後面的餘數一樣 是0到999 那這個就會很像是 我總共有5000個byte 每1000個byte 切一個bank 那是不是代表是 0到999號的byte 去除以1000的時候 都意思就是說 它出來的商都叫做0 就代表說他們都是屬於0號bank 它的元素就是 我在這0號bank裡面的 1000個byte裡面的 第幾個offset 概念就是這樣 有沒有問題 所以 那你後來你在把 我們 如果你知道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再回來看 我們通常我們在看的時候 不是用10晶位 我們是用2晶位 我們是用2晶位 所以你想一下 我們有12個bit 12個bit 我們有12個bit 12個bit裡面 後面的8bit 請問你最多可以組合出多少 2的8字棒就是255 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就是8bit 就是0到25 我可以表示出來 滿256 它就會加1 然後後面就全部清整0 再滿一個256 這裡就是加1 就會變10 然後後面又清整0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 你今天 你今天 你今天在看這個2晶位的時候 每出於256的時候 是不是就在這裡切一刀 它是不是就在這裡切一刀 你的0000 後面0000 然後移入到1111 就是我的0 我說的0到25 是不是 只要前面都是0的時候 後面D 不管今天後面填任何數字 除完256之後 都會是0 都會是0 然後余數就是我那個bank裡面 然後如果今天是1 如果這裡是1了 就代表這裡有一定256了 後面是0000到111 那分別是代表說 它是256 一路到 到511 它那邊都是256到511 到511 去除以256 都會叫1 就叫1 然後與0 到25 沒辦法整除 那這些人就會叫做是bank1 所以概念上是一樣的 我們為什麼它後面會 突然會講一句這句話呢 就是可以把一個12bit的address 把它看成是 我有8bit的 no order的address 所以我有8bit的那個offset 以及 前面的4格的bank select bank pointer 我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直接把 當我有這種概念 多少我可以切一塊的時候 我就知道 每處256 就是再把8個bit這裡 就畫一刀 前面這4個剩下來的 就是我的上 後面剩下來的就是余數 上就是我要知道說 我現在這個byte 屬於第幾個bank 所以我可以拿來去做 有一個bank pointer 或者我們有 對一個bank selector register 的設定 所以我剛剛說的 你可以去設定 你要使用哪個bank 就是往前面這4個bit 拿來去設定這個bank selector 上面 當這個一指定之後 設下來的那個8bit 我就知道說 我是要去 assess 去存取 我指定的這個bank 上面的第幾個byte 所以大家要注意這件事情 可以齁 所以它有一個對應的指令 可以讓你去設定 你的bank selector 然後指定完之後 我就可以去直接對 那一個bank 然後去做存 這上面的25600 去做存取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例子 假設我今天把 我的address是從000 一路到FF 就是我們的 beta memory 大小 我把它切成16個bank 我把它切成16個bank 那我們問個問題就是 0x105 請問你 它是屬於 第幾個bank的 第幾個byte 那我剛剛有講過 0x105 你把它拆成 拆成2經維來看 1就是0001 0就是000 然後5就是0101 好 剛剛有講過 每256byte 把它視為是一個bank 所以我除256 就意味著我在8個bit 這個位置 切一刀 切一刀 前面剩下這個人 就叫做bank number 所以它 這個東西是屬於 是屬於那個bank1 所以它的bank number 就是它是bank1 裡面的第幾個byte 就是bank1上面有256個byte 然後我就看它剩下的余數是多少 余1 2 1加4就是余5 那我就知道 我是這裡面的 012345 這第5 這5號byte 就offset是5號這個bite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也可以用算的 105你可以把它去算 這個是5 所以這代表是5乘上16的0次方 加上後面這個是1乘上16的012 2次方 1乘上16的2次方 所以請問你它是系統裡面的幾個byte 16乘16就是256 256就加上5 就是261 它實際上是系統的第261號byte 261號byte 我還會學到 我在想你們在學computer 我們在這些學的時候 多不少也有看到類似的東西 所以再幫你們複習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談 你的memory的組成有哪些 memory按照你的特性又分兩種 一種是ROM 一種是RAM 那這裡很快要跟大家講一下 ROM通常就是它的全名是所謂的 Re-only memory 那這是因為早期我的電腦 就是技術 或者我的製程技術還沒有那麼 純熟的時候 我需要一個BIOS 然後BIOS 因為我通常不太會 以前電腦發展還不是那麼 技術還不是那麼成熟的時候 BIOS通常不會太頻繁更新 所以ROM通常早期會用所謂的Mask ROM 或是EP ROM 來去儲存 然後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 你的Mask ROM是寫東西進去之後 它就沒有辦法再修改 到後來大家有時候可能會需要一些 有些廠商可能需要 偶爾要更新一下認體 還要讓它的ROM變成是 它裡面的BIOS是可以更新的 所以他們開始用了EP ROM 可是所謂的EP ROM必須要回到原廠 就是這個設計這個ROM的原廠 用特殊的裝置 才可以把它上面的資料清除掉 然後所以你再寫東西進去 所以說太麻煩了 所以後來又有人用所謂的Double EP ROM 然後讓它的寫入速度不需要 就是它今天想要寫的資料 不需要再送回去原廠 不需要再送回去原廠 而是在本地端就可以做 可是它的速度很慢 那到後來 大家為了去讓這個東西 變得就是更實際 然後可以使用 然後可以寫入更新速度 可以再更快一點 後來大家普遍就是用Fresh 沒有人去取代 那Fresh又分兩種 Fresh又分兩種 一種叫做NAM Flash 一種叫NAM Flash 那你們的主機板上面現在應該主要都是這種 NAM Flash 然後NAM Flash就是你的SSD 後面就變成變SSD 你的主要的SSD 或者你手機上的儲存裝置 基本上就是NAM Flash 擔作主流 那你的BIOS 主機板上面存BIOS上面那一塊記憶體 就是那個現在都是NAM Flash NAM Flash更常見的在你的 任天廠Switch的卡帶裡面 那基本上就是 現在都是大部分任天廠卡帶 在那個上面的晶片 儲存晶片 就是NAM Flash 那都是 你看現在大部分都 大部分的廠 那個 NAM Flash 都是來自於國內的廠商 一間叫旺宏他們做的 這是大家可以知道的事情 那Rain又分兩種 一種是所謂的Static RAM 然後一種是Dynamic RAM 然後這個東西Static RAM 它是由Viva 就是用一個Latch去做的 所以它的資料 寫進去之後不會再不見 所以寫進去之後 資料不會不見 就像傳統這個ROM 這一樣 資料寫進去 不會不見 不會不見的話 我們都會把它叫做NAM Volatile Memory 這個Volatile是一個形容詞 它叫揮發性的 意思指的是 然後NON 就是它修飾 就是否定它 這是揮發的 就異揮發的 然後加上NON 就是不揮發的 非揮發性的 然後所謂的 非揮發性記憶體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 我今天 就算斷電 存在上面的資料也不會不見 它就叫 NON Volatile Memory 那如果是揮發的 Volatile Memory 像什麼 像你的DRAM DRAM就是 你 因為它本身 它的設計是 它是用一個 capacitor 電容 它是一個 capacitor-based memory material 它是一個 以電容為基礎的 一個機體材料 所以 它必須要在 它的資料只能 它上面你給它通電之後 它的資料狀態 寫一波寫零 它只能維持 短短 數個mini second而已 所以 你只要 幾個mini second之後 你不幫它充電 它的資料就會不見 所以 你通常關機之後 被重開機 你的資料會不見 就是這個原因 第一位 它是一個 因為 你不幫它充電 或是斷電之後再重開 它的資料不見的話 這種我們都叫 Volatile Memory 然後 資料 你的主機斷電之後 燈重開 它的資料還是存在的 那這種我們就叫 Nobatile Memory 可以嗎 基本上概念上就是這樣子 好 那 Re-Only Memory 這個基本上就是講的 就是 它是一個 它只是用來去Read的 那基本上本質上就是一個 Nobatile Memory 可以嗎 那它用一個CMOS的技術 這我剛好說了 Mascarone 基本上就是 我東西寫下去之後 然後 就是在製程的過程中 我就把它寫下去 然後內容 就是它的內容 然後 就是Mascarone 它上面的內容是永久性的 而且不能被改變 就不能讓User去改變它 E-P-Rone 可以被Program 就是可以 就是它是可以被 用電子的方式去Program它 可是它需要 特定的 設備 才就可以去使用 所以 我們要把它叫做 E-P-Role的Program 我需要一個這種E-P-Role Program 我才可以把上面的內容糾改 那這個代表說 你每次Bias想要維修 要更新 你就必須要送回原廠 這太麻煩了 所以後來就有所謂的Double E-P-Role 它可以就是說 欸 我們需要有這種 Role的這種Socket 我就可以去對它上面的內容 不用特殊的材料 我就需要 我就可以把它內容移除掉 然後做更新 可是它的寫入非常緩慢 因為它跟它裡面的這個Mouse Fit的本質有關係 我要把電子移除掉 我需要一個一個機體單元 去把它的電子移除掉 然後才可以重新再寫東西進去 它會非常花時間 那 所以後面它會有所謂的Fresh Memory 它透過一些線路的Layout的方式 加上它原件的特性的關係 它可以一次性的 把大量內容一次性的一起散除 然後再重新再對它做更新寫入資料 所以Fresh Memory才會因為這樣 變成現金的這個主流 那 我也要跟大家講一下 用所有的Fresh Memory Fresh Memory上面的一個主要的概念是什麼 這是你的傳統的這個 這個 的MOS 基本上本質上就是一個 這個是金屬氧化物 場效電競體 那 這個我相信大家以前在學 電子學 還是那個 高中學位的時候 多少都有聽過 一個MOSFIT它 其實概念很簡單 它的 傳統的MOSFIT概念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會有一個Control Gap 然後會有一個Source跟Drap 然後上面這個是我的那個矽晶體 我會打在那個矽晶圓上面 然後我會把它做成一個這樣子的原件 然後 這個MOSFIT 就是MOSFIT 這樣子的一個材料 它本質上它的原理就是這樣 只要你今天這個材料上面的Control Gap 通一個電壓 這個電壓 這個電壓只要夠大 通常它差不多一伏特兩伏特左右 它只要夠大 它就可以在這個Source跟Drap之間 產生一個電子的通道 因為產生一個這個電子的通道之後 你這個Source這邊的線路通電 你就可以順著這個電子的通道流到這一邊 Drap的這邊來 然後Drap這邊通常就會有一個Sensor 它就會感應到電流 所以你以前在看二極體的時候 你已經有看過一個這樣子的圖 這是一個電流圖 這是電壓圖 這個指的是你Control Gap上打的電壓 這個電流指的是你這裡流通過來 你的Sensor有沒有接受到電流 那你會發現你的以前那個圖會不會是這樣 它就是一開始都是這樣 都是貼在 基本上都沒有電流 突然到一個電壓以上之後 可能是一伏特或是兩伏特 它就突然往上拉 有沒有 你們記得這個圖 概念上就是這樣 MOSFIT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French Memory的原理其實很簡單 它基本上就是MOSFIT的應用的延伸 只是它在原件的MOSFIT上面 再加上一層Boling Gap 然後它用兩個GN層把它擋起來 然後用的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我可以透過把電子打到這個Falling Gap裡面去 我可以讓這個Falling Gap有這樣的一個結構之後 我就可以把電子暫時性的綁在這個Falling Gap裡面了 我就可以在那邊注入電子 我就可以對它做寫入 然後把電子注入進去 它對電子注入進去之後有什麼影響呢 它有一個影響就是 原先我只要一伏特 我就可以讓這個電路導通了 就可以在這個Source跟Drain這裡 形成一個電子通道 可是當我裡面有電子之後 我會發現我必須要用比較大的電壓 可能變成是叫三伏特 我這裡從原先從一伏特就可以讓它導通 要打成三伏特 我才可以先去克服這邊電子帶來的阻力 然後之後在Source跟Drain這裡之間 形成一個電子通道 這時候我的電流才可以流過去 讓Sensor感應到 基本上它有這樣的一個材料之後 你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它就可以說 欸假設我今天 它本質就是 它就變成是 我的Control Gap一定要加個電壓 一定要比這個Falling Gap裡面 電子帶來的這個電荷的壓力還要來的大 我才可以讓這個東西導通 所以它今天就很簡單 會說 欸如果我今天用一個電壓 要去堵它 如果裡面沒有電子 我馬上就可以導通了 那這時候我就說 欸 加一個電壓 它如果可以導通 我就說 欸這個裡面只要存一 如果我今天用了一個兩伏特的電壓 它沒有比這個三伏特的電壓還來高 它沒有大於這個 Falling Gap裡面的電子帶來的這個電荷壓力 所以沒有辦法在Source跟Drain 直接形成一個電流通道 所以電流沒辦法導通 那我就說 欸我們要用兩伏特下去 下去讀 這個東西沒有導通 那我就說這個東西存零 它就是用這種方式去實現 寫一或寫零 所以你要記得 如果你在看那個 OS後面應該也會學到一個儲存公司 它就不然 你要去學這個東西 它是 以電容還是電子 還是以電壓的方式去讀 還是寫它 就不然就是 就是按照這個東西 然後去讀它的原理 然後去讀它的原理 你就會比較清楚 OK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這個Render Access Memory 就是RAM 那RAM我們剛剛講過 就分兩種 一種叫Static RAM 就是叫SRAM 一種叫Dynamic RAM 就叫做E RAM Static RAM通常 我是把資料存在Flipbox上面的 就Flipbox上面的 那因為你存在Flipbox 這是原件粉絲的特性 就是它上面 基本上它的資料 就算我又不去refresh它 不去 不對它充電 或是去更新它 它資料都還是會一直存在著 可以嗎 基本上資料還是會一直存在著 所以我們就要去更新它 那通常 如果我今天是講Dram的話 Dram上面的內容的話 則是說 我今天如果沒有用電子去 平板去對它做備份 我資料會不見 那像我的DK18F裡面 我就是用SRAM 當作我的Data Memory 可以嗎 它是一個 就是我是用SRAM 去當我的Data Memory 那Dram呢 就剛剛我們講過了 Dram它是把資料存在我的電容裡面 就Capacitor上面 然後我今天 東西寫到這個電容上面 如果我不去對它反覆充電 這個資料 它只會被 這個電容保存著 然後 保存一小段時間 就幾個minisecond 然後接下來它資料 你對它充電 它資料都不見 所以Dynamic RAM就必須要一直不斷的去refresh它 就要一直不斷的去refresh它 所以我會需要一個外部的refresh circuit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在PIC18F這樣子的晶片上面 它本身就是一個比較是low cost的device 通常都是給一些比較簡單的應用去做 所以它這種情況下 這些比較簡單的應用 通常也會需要就是 它通常都是只裝電池 如果你只是用裝電池的這種材料 然後你會想要一直讓它DRAID一直不斷的刷新 對我們來說它就太耗電 所以在這種情況上 我們就不會選擇DRAID 當作它裡面的記憶體的材料 然後所以才會變成是由SRAID 就是勝出 然後在上面沒有看到DRAID 那 但是這是一般的這種比較low cost的應用 或是device上面差不多有這種考量 那像我們的主機 或是你的手機上面 基本上還是用DRAID 因為DRAID它本身 它可以做的scapability 就是它的 它可以做的量會比較大 跟SRAID比起來 因為SRAID 它比較小 但是比較貴 它雖然不用一直反過去刷 刷新它 但是它比較貴 而且通常它的體積 沒辦法再做的更小 DRAID卻可以 DRAID可以 所以通常Dynamic RAM 也就是DRAID 通常會用在那些 需要大量的記憶體空間的應用上面 像什麼 像你現在大家常常見的 就是你的訓練 Machine Learning Model 或是LAM Model 這種大型應用 包括DRAID 他們在做 RNL DMA序列的定序 或是定量測量 那他們也需要用到大量的RAN DRAID 唯一會勝出的原因就是 它跟SRAID相比 SRAID雖然比較快 然後它也不需要去刷新資料 但是 DRAID的Density 或者說 它的Density 可以做得比較高 比較高就代表說 同樣一個密集下面 我可以帶來的 記憶體空間會比較多 這是它的最大的優勢 那它跟 大部分 我們現在已知的這種儲存裝置 比起來 跟SSD 跟一般的傳統適應碟 還有那種光碟 磁帶這些比起來 DRAID的速度一樣還得很高 它還來得快很多 所以DRAID機構還是一樣 它有一個無可取代的 地位是不可被撼動的 應該還可以再持續個二、三十年 所以我們找到更厲害的材料 好 好 接下來就是 一些DRAID的 常見的一些 那個 型號 這個 4460 44256 你看過去就好 這個我覺得 不是太重要的東西 會跟我們沒有關 好 那我們接下來 知道了Memory的分類之後 我們開始要 開始接進去 我們的PIC18上面 怎麼樣去 帶訊號進來 然後怎麼樣 在什麼情況下 它會去存取我的DRAID 或是不管是寫還是讀 我們就把它看一下 好 那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的是這個 我在PIC18F 在運作的過程中 它的Timing Diagram 會長什麼樣子 基本上就會像這樣子 一個圖 那我們先講說 假設它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個階段 每一道程式的執行 它的流程都是這樣子 我的系統 會一直有一個穩定 產生的周期的Clock 會一直不斷的 反覆的送出來 所以你會有一個穩定的Clock 一直往上往下 往下往上往下 一個完整的Clock 就是一個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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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是 一個Instruction Cycle 就是一個Instruction Cycle 會包含幾個Clock 就是包含幾個Clock 我們就要看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先看 你先看現在這個圖 假設我們這些 一般執行一道指令 它基本上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Fetch的 要去抓一道指令進來 然後接下來要去執行 所以一個指令的完整的周期 就包含指令被截取 解讀完 然後解讀完之後 接下來下一個階段就是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我的執行的階段 所以它基本上分兩個Face 一個是Fetch的Face 然後一個Instruction Fetch 然後一個是Instruction Execution 所以Instruction Fetch 然後Instruction Execution 那你要仔細看的應該是這邊 你看這裡的圖 大家基本上就知道 一個指令中期 基本上就是兩個Cycle 系統的Cycle 兩個系統的Cycle 因為它經過兩個完整的Clock 這是大家先知道第一件事情 好 那它會在Deep Clock這裡 做什麼事情呢 今天我們只有講到Program Counter 你的 我的Program Counter會記錄 我接下來要Fetch的指令是誰 然後當我今天 到了一個新的Instruction Cycle的時候 我在這邊做Instruction Fetch 我的Program Counter內容的值 就會透過我的Address Bus 傳到我的Program Memory 所以你的Address Bus上面的 16個bit 就會把我的Program Memory Program Counter 就是Program Counter裡面的內容 把它傳到Address Bus上面去 可以嗎 同時你會 你會有一個指令 就是你會有一個Signal 就是我的Control Bus上面 會同時送一個Signal 給我的Program Memory CPU會送一個Control Signal 也就是這個 我現在要從Program Memory裡面 去READ個指令進來 所以我要去送一個READ的Signal 給我的 給我的這個Program Memory 去跟大家說 我現在要從 我送我指令的這個Address 這個Program Counter的指令 送過去這個 這個Address 去讀一道指令出來 讀一道指令出來 那 我會在這個Clock 就是這個Clock的前半個週期 就前半個週期 就在Hide的時候 我會先送過去 那接下來 當我的Program Memory 一接收到這個指令之後 就是接到這個READ 然後某個Address之後 我就會在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這個Clock 降下來 另外這個週期的後半段 我就會把我的 我指定的這個內容 去把它讀出來 所以你看到這個會有Data0 到Data7 就是我的DataBus 就會開始傳 傳8 8 byte的資料過來 就是我會把 然後接下來傳進來之後 我會放在我的 instruction register上面去 那這裡面 你要記得 一道指令都是兩個 就是一道指令都是兩個 就是兩個byte 就是兩個byte 所以它會分兩個byte 一次傳8 byte 一次傳8 byte 它會在這個後面這個週期 傳輸過來 到這裡為止 我就把我的兩個byte的instruction 放到我的instruction register裡面去了 可以嗎 那接下來 我們就會進到instruction execution 的後半的這個階段 就是我要去執行 我抓到這段instruction 我就會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後面這邊 基本上我會講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流程的這個解釋 好 那 你要記得 唯一這裡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我們快看一下 就是 這裡 唯一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 你這裡都講過 那memory 就基本上就是把我的memory的content 就是我決定的location 然後把它放到我的internal cpu上的一些的register上面去 然後這個address的這個 就是我今天要去讀這個location 就是放到這個memory address register上 MR上面 這個我們之前都有講過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就是 假設我今天 假設我今天 嗯 就是一個memory read的一個指令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會說 你今天 讀出來那個operation 你讀出來那個operation 通常後面會有一個 就是 我今天是一個read 就是read 就是load L-A-D好了 然後比如說 load 某一段位置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那個8bit 這個位置 然後放到working edges上面 比如說我今天要load0xccba 就0xcc 0xcc 0xcc好了 就這個位置 bank0的0xcc 到我的working edges上面 所以 這是一個read的指令 就是假設我們今天看 剛剛 讀進來這個operation 是一個read的指令 那我趕快看到load0xcc 所以 我去解碼 就是decode這個instruction的時候 我就會看到 它是一個load 所以我就知道說 我等一下要去指定的那個位置 去讀0xcc這個位置 去把它上面的內容 把它放上面上放AB 我就要把這個AB 放入working register裡面來 所以 這個時候 我的0xcc的這個CC 就會先放在這個memory address 的register上面去 就跟我的 data memory說 等一下我要從這個位置去拿資料 所以你的流程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就會變 下一個這個instruction execution 的這個cycle 因為 現在我已經知道我要執行什麼 我要執行 資料的擷取 資料擷取 所以 前面這裡 一decode完 就是 opcode拿來之後 decode完之後 下一個階段我就知道我要幹嘛 所以我把 我這時候我的address bus 就會改成是送我剛剛那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0xcc 這個CC 就會把它放在這個memory address register上面 然後傳 透過那個 透過address bus 傳到data memory上面 同時 因為這是一個read的指令 所以CPU一樣會送一個 control signal 送一個read的指令 去給我的data memory 去通知說 等一下接下來我要請你去read 0xcc上面放的這個 ab這個資料 所以 你就會發現 跟剛剛前面很像 我的adress bus 就是一直會放著mar的值 然後我的read 在 後面這個cycle的前半段 會先送signal 就是送signal進來 等到今天已經收完之後 下半個階段 data memory就會開始 tool我要的這個0xcc 上面的這個內容 就是我的ab 就是把這個ab 這個值 透過data bus 才回去我的cpu 然後存到我的register上面去 所以後面的data fetch 就會是在做這件事情 可以嗎?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re-operation 就會在做這件事情 那後面就是它 細節的講解 就是我剛剛那個講過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流程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 假設我剛剛 讀到那個指令 就是fetch完那個指令 假設 decore完 它是一個write的一個指令 假設我要做是一個memory write 也就是說我想要去store 我的working register上面的內容 到我的0xcc 假設這個working register上面的內容 假設現在是cd 所以它就會變成這樣 原金 0xcc 上面是ab 經過運算完之後 working register上面的內容是cd 然後我要把它改回來 這裡要把它改成cd 那它做 它怎麼做呢? 它做的內容就是像 後面這個樣子 前面一樣 去 讀這段指令出來 它是一個write operation 然後要把我的working register的內容 然後寫回去我的memory上面 所以 下一個 在執行的這個 就是restruction execution 這個階段 我已經很清楚 我想要做一個data store 我把它寫回去 所以在這個 下一個 這個cycle的前半個 前半個周期 我就會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memory address register上面的這個0xcc 我就會不斷的傳輸給data memory 同時呢 我也把read的signal 把它降成0 把write的signal 把它high起來 就跟通知我data memory 接下來我要做的事情 是要寫東西進去 然後接下來 我在下一個cycle來的時候 這個cycle的下半段 就是電壓降下來這個時候 我的data 就是透過data 就是working register上面的內容 就是0xcd 就是透過我的data bus 傳到我的data memory上面 這時候我的data memory 就會幫我把這個東西寫到 0xcc這個位置上面去的 有沒有用力 OK 就是它的內容 就是剖析完之後 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是它的中間的過程 那一樣就是我剛剛都講過 好 那接下來要講的是 這張 這張的一個 兩個大重點 就是 怎麼樣去做micro console上 是怎麼樣去實現 Io operation Io就是你做imput output 或是獨破之行 獨破之行 那基本上就在做這件事情 那基本上 我的Io 根據它的實作類型 基本上可以分兩大類 一種叫proven Io 一種叫interrupt Io 差在哪裡 我可以稍微很快講一下 通常是這樣 假設我今天做proven Io 那基本本質上就是 我所有的Io operation 以及我過程中要監控說 它到底有沒有完成 我都需要透過使用者 寫一道道的指令 去決定說 哪一個pro要輸出什麼 哪一個pro要接收什麼 然後我甚至還要去監督 就透過指令 寫一個while迴旋 或是wait 就是寫一個root 去監控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已經入地了 或者說這個寫入是不是已經完成 如果還沒完成 我就要重新再這個壞回去再繼續檢查 那這個東西很明顯的 就是跟我們在CPU 對我們對CPU這個resource的管理上來講 我們基本上就會覺得這樣子不好 因為你在OS裡面會開始會學到 為什麼後面會需要一個OS 去協助你管理系統 原因就是我希望各個component 就是power的各個component 這個都會被我示威是resource 包含我們的記憶體空間 包含我們的CPU的運算時間 包含我們的IO 可以寫入的這個IO空間 我們都會覺得它是一個resource 那本質上 先設為一個programmer 或是你是學資格match的 本質上我們要追求的事情 就是希望這些資源最大化的 被利用 所以我們後來就會覺得說 如果我今天在做programmer 的時候 我都要一直不時的花CPU資源 去監控這些IO有沒有完成 或是它條件好了沒 或是說這個IO 我是不是要自己輸入什麼 或輸出什麼 我都要一直去監控它的話 就代表說我一直把CPU資源 花在這些監控上面 然後這個期間 我的其他程式 或者我的其他的process 不會有任何的progress 就不會有任何的進展 所以它不會再繼續執行下去 對我來說 這件事是不可以容忍的 所以因為這樣子 後面的interruptIO就會變成是說 我今天把所有的IO的trigger 交給外部device 或是我內部的一些特定的device去控制它 我的一般來講 CPU就在做一般常態性的任務 我們去做任何IO條件的檢查 直到有一天我的IO pin角 接受到外部device 或是我內部的一些特定事件發生 送出來的這個信號 信號之後 我才中斷我當前的執行 要去處理你要我做的事情 那這樣的差別會差在說 我今天其他這些條件有沒有滿足 IO有沒有完成 都是由別人在幫我監控 我只要先專心的去做我現在手上的事情就好 等一下就算人家中斷我 發一個interrupt跟我說 你可以開始做我要的IO處理 這時候我就還是熱認真真的在做 單純的IO任務 或者是去檢查那些有的沒有的條件 所以它的好處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所謂用ProgramIO 指的就是CPU去執行一個Program 然後這個Program是特地去寫來說 我要去執行所有的資料傳輸 然後在我的CPU 以及外部device之間的所有的資料傳輸 都是我本人去寫一支程式 去監控這些條件 去決定哪一些PIN角 要輸出什麼樣的訊號 來去決定的 可以嗎 那它的特性就是 就是我的那個什麼這些 我的external的device會去發 就是去執行這些Function 然後是特地 特地就是 就是我覺得 我已經要 要去完成那些IO操作 都會直接寫在 就是Micro control的Program memory上面 就我要做哪些IO操作 都是有跟一些寫在這些程式裡面 然後由CPU去執行 然後慢慢去完成它 這是第一種Program的IO 在InternutIO的話 則是說 我強迫CPU 我讓CPU 正常情況下 我去做它自己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我去執行程式 那一程式B3C 執行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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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它的條件到了 或是我的時間到了 那請你這個情況下 去幫我檢查 或者去幫我去 執行一個特定的IO任務 我就會看我是哪一個 Internut的PIN 送訊號進來 我就去執行相對你的 Internut的Service 所以他就說了 你一旦你在Internut的IO 這種方法下面 你會有一個Exceler device 它會發一個 Internut的訊號 去強制我的CPU暫停 當前程式的執行 暫時性的去停止 當前程式的執行 然後接下來 就讓它可以去執行 其他的程式 這個程式 我通常叫做 Internut Service Routine 可以嗎 那這個 Internut Service Routine 就會去滿足 外路裝置 想要的這些IO的一些操作 然後完成之後 把它回到我剛剛 剛剛執行的那個 登陸上面 或者那一道指令下面 所以他就說 當我的這個 這一支程式 Internut Service Routine 完成之後 我就會去Return from Interrupted Instruction 就會被呼叫 那呼叫之後 我就會去Return到 就是我當初被中段執行的那一道指令 那一道指令的下一道指令 就開始繼續去執行接下來的指令 所以 所以你就會發現 它跟你們 我不知道你們寫過 procedure了沒 但是它概念上也是一樣 就跟你在寫 subroutine的時候 你會有個call跟return instruction 那 兩個人的差異就是在這裡 就是 你的subroutine call instruction 它會把你當前的program counter 放到stack上面去 可以嗎 然後你的return 這個instruction 只能會把你的 那個 就是透過這個pop 然後去把 你當前 你 上之前 跳過來這個 這個subroutine之前 這個program它的內容 pop了出去 然後讓你看到 你原先的這個main procedure上面去 那interrupt的sroutine 則是說 你的這個interrupt的通常 我們在做interrupt的時候 會有一個IO 就有一個pin 就叫INT INT 後來會接著一個 外部的device 或者說 這個會收到 外部的這個device 發過來的 interrupt的訊號 所以 interrupt的通常會是由 由誰發起的 是由hardware device 外部的hardware device 或是有一些內部的特定的事件 或是一些就是事件的發生 這些事件的發生 可能有點像是 你可以自己內部設一些timer 然後我來計時個30秒 我就 故意發一個通知說 欸30秒 好 請檢查一下什麼東西 或者就是說 我如果說我的 error to digital 的converter 完成它的轉換 它發一個訊號 自己通知我 說欸現在 這個 就是 類比轉數位這個訊號的 轉換已經完成 去做後續的這個處理 可以嗎 好 但是 一旦你今天 不管這個任何訊號 只要你一旦收到這個訊號之後 只要你確定說 這是一個interrupt 那 我的microcontroller 就會 注意喔 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會除了把 ProgramCounter的內容 push進去你的stack以外 你還會把你的staterregister的內容 一樣也把它push進去你的stater裡面 因為你現在 當前執行的狀態 的內容可能會因為 你會不叫這個interrupt 就是處理後面的內容的時候 會修改掉 所以你要把你的staterregister staterregister的內容 也一起一定的把它push進去 然後接下來 它就會跳到一個指定的位置 通常我們會說它是一個interrupt 設定式routine的位置 就是它是有一個固定的位置 然後分為分兩種 兩個特定的位置會去跳過去 然後接下來在看裡面怎麼處理 處理完之後 你退回來之後 它就會把ProgramCounter內容push出來 然後存到我回覆去 我ProgramCounter裡面 我會把我staterregister內容 把它push出來 然後把它還原回去 該還原的這個位置上面去 然後回覆上一棟的這個執行 可以喔 好 好 好 那我們會 我們會寫一個interrupt設備式routine 在一些特定的位置上面 這個我可以先跟你講 在t.18裡面 有兩個位置會去存interrupt設備式routine 一個是0x00008 一個是0x00018 就兩個位置 一個是放high priority的interrupt設備式routine 一個是放low priority的interrupt的設備式routine 就是你有高優先權跟低優先權 那這意味著兩個如果同時收到 我會從高優先權來先做 然後如果今天只有在各一八三 我就看它是哪一種interrupt的形態 就是哪一種interrupt的形態 就跳到對應的interrupt設備式routine的 這個address上面去 然後就是放過去 那比較有正式的你就開始 你開始有一些概念的人 你就會知道 寫程式通常都蠻大的 那你會說老星這樣的interrupt設備式routine 兩個人的位置只差了10個byte 是代表說放在上面這個位置 這個interrupt設備式routine 他就只能寫10個byte的程式碼嗎 不是的 你一定會發生說 你的程式碼太大 然後沒有辦法這個10個byte裡面完成 所以這個通常 你會做的事情會變成是 你這裡面就會直接再塞一個說 我今天跳過來之後 我就直接branch到其他地方去了 就直接jump到其他地方去了 因為你寫程式的人自己知道 我一到10個byte內寫不完這個interrupt設備 我就會覆蓋到其他人 所以一個做法就是 跳過來之後 那我可能這個 這個low priority interrupt設備是routine low priority interrupt有三四種形態 我就看他是哪一種形態 我就跳到 就跳到哪一種類別上面去 或是我直接跳去別的地方去處理 然後再跳去其他地方也可以 可以嗎 這樣子去實現一個 那個就是大於10個byte的 這種interrupt設備 這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喔 好 那這個有講過 我之前就其實一直講到 他的 他的這個程式在執行 跟你叫做subroutine的執行是差不多的 只是最後會有一個return 和interrupt 這個會放在這個interrupt設備 的最後一個地方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會把你的剛剛推進來的 push進去的這個program counter的內容 你跟status register的內容 把它還原 pop出來 然後還原到相對一個register的場面去 然後就回到我 執行interrupt設備 之前的系統狀態 然後就繼續往下執行下去 OK喔 好 我們今天暫停在這邊 然後等一下回來 把我開始講program iO 那 現在已經看後面 現在是10點大概23分 請大家10點35分的時候回來 OK喔 好 OK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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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Zeugen在這裡 进了那一片黄瓜 这样一片凑多 有点电话 然后我觉得 他这个都可以 可以先走 他这个好像比较滑 我真的希望 这个就像那个 可以加那个 吗 单行 典伸挟 那我这一片 但是他要用 原型ks 还要有 用 所以讓你再出現了 你深入手 你剛剛擦開巢 你幾乎說 你幾乎的 你幾乎 重提到 你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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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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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是一盘 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 那是我们的 也有 那我们自己的 是我们的 我们的 没有 这个我才是 你怎么会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对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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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搞定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Program I.O.细节它怎么运作的 基本上是这样子 如果我是透过Program I.O.的方式去处理 你所谓的input跟outlook到我的external device端的话 基本上就是我会 我的microcontroller在勾托这种外部的device 透过Program I.O.的话 我通常会透过几个特定的register 这些register就叫做IoPort 可以吗 叫做IoPort 然后我是透过Program I.O.去access他们 每一个这个Port的上面 基本上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 每一个Port我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IoPort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8bit 也就是1byte的特定memory address 它是一个特定的memory address 基本上它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的data memory里面 你也就是我刚刚特别说 你的data memory data memory上面 你会有一些预留下来没有使用的位置 然后他们那些特定的这些位置 它上面比如说这个比如我举个例子 它不规定这个细节我们在后面的spec 会看到 比如说它叫做0XCC77 它这个就是拿来去多应给你的 那个你到时候你拿到一颗一颗的一个晶片 批个100F的晶片 然后你上面会有很多个 好像我们之后可以用的 基本上有5个Port A B C D E 比如说你这个0它77 7777 就是对应到上面的8个配角 比如说就叫Port A 好 就是Port A 然后这一个上面会有8个bit 这会有8个bit 分别就对应到Port A会有7、6、5、4、3、2、1、0 就是对应到一个一个就对应到这些 7就对应到这里 然后6就对应到这里 就对应到这个0X77这个预留下来 没有被使用者使用的这个byte的8个bit上面去 它就会对应过去 所以你今天在所谓使用ProvenIO指的事情就是 你去对这个0X777777 也就是或者别名就叫Port A的这个内容 你直接去监控它 包含说你去搜它上面有没有内容 或者写程式去 我写一条指令 就是说我要把Walking Regist的内容 搬到这个上面去 或者是我就看说它有没有哪一个bit 上面那种已经被修改了 我可以去做过去的事情 包含这一切的事情只要我写一支程式 主动的把Port A 当作好像一个Memory Adges 去存取它的话 这样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ProvenIO 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用这种ProvenIO的话 基本上我们一定会有几个对口 叫做所谓的IOPort 每一个Port上面的每一个bit 我都可以特地的去配置它 要来做Input来去使用 还是Output来去使用 所以对应到 你要把它配置成Input的bit来去使用 还是Output的bit来去使用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Port上面的某一个bit 我就专门做输出用 输出的就是我可以写高电位 就是写High的电位 就是写Output1 写后的电位给它就是Output0 或者我对它写0 它就输出低电位 对它写1 我就输出高电位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每一个Port 我就可以用 特地的去配置说 它要拿来当作Input 还是Output来去使用 那这件事情 你只要去对它 这个Port的8个bit 假设我刚刚说的 这个是PortA 然后它通常会对应的一个 它有个 TRISA TRISCAS TRIS 别名就叫做DDR 就是这里写的 Data Direction Register PortA就我刚刚说的嘛 它实际上它可能是对应到 记忆体上面的某一个特定位置 TRISA CCC77 这是我现在随便写的 但是你要看它内容 应该要去看 看你的Spec上面的 的那个 的编排 那 PortA 你既然它是一个Memory address 还是一个Byte的内容 一个Byte 那就是有8个bit 这个8个bit 哪一些人要当作Output 哪一些人是让它当作收资料的 都可以去透过去修改 PortA对应的这个Data Register Data Direction Register 每一个Port都有一个 对应的Data Direction Register 我去对它去做它上面的内容 每一个bit的内容的 定克制化 比如说我想要让它当作Input 或是Output 我就把它透过写E 还是写E 在这个TRISC 或TRISA 这个Data Direction Register上面 的每一个bit 相对应的这个bit 然后去写E或写0 我就可以去修改说 PortA上面对应的这个bit 是要当作Input 还是Output 就可以去使用它 好,我们来看那怎么改呢 基本上在你的PicE8里面 你可以透过对DDR的相对应位置上面 写E还是写0 来去决定说你要当作Input 还是Output 所以 如果你今天 在你的IOPort上面 对应的Data Direction Register上面 你写一个1 就代表说你想要把这个 对应的这个Port上面的这个bit 当作Input 来去使用 如果你写一个0 写一个0 那就代表说在DDR 就是它对应的Data Direction Register上面的那个bit 上面写一个0 就代表说我把这个Port 上面这个bit 把它配置成是一个Output的Port 来去使用 然后就是等一下 我可以对它输出高电压或是DDR 可以吗 所以它就变成这样 假设这是你的Port 就我刚才前面画的那个图 它对应的是你的DDR Data Direction Register of A 它对应的也是会有一个8bit的内容 可以吗 可以吗 如果这里写1 这里写1 这里写1 代表说这个 这个等一下这个bit Port A的这个bit7 就是当作Input来去使用 这里写0 就代表Port B的bit6 是当作Output来去使用 它等一下就会输出东西 可能输出嗨 或者是用 可以输出嗨 可以吗 那你要输出嗨很简单 就是对Port A的bit6 上面写1 如果你要输出嗨 就是对Port A的bit6 就是对bit6写0 就是它就会对 转成相对的电压去输出了 OK 好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就是假设等一下 可不可以看到一个例子 就是我给一个8bit的这个DDR 在PIC18F里面 然后里面存内容叫0XCB 0XCB 你把展开就叫11001001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注意 这是你的IOPort 上面是它对应的Data Direction Register 就是它的DDR 然后 刚刚有说这里上面 Data Direction Register上面存的是0XCB 它对应的内容就是1100 1011 所以 我们都可以看到7更用应的就是11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两个 这个Port上面的这两个bit 都当作input来去使用 3也是 然后Bit1跟Bit0也是 当作input来去使用 所以你有看到它的箭头是指向 这个Port的 代表说 我是当作input port来去使用 这是专门收资料用的 那如果我今天是542 这几个bit呢 你看它有写0 所以它是当作output来去使用 所以等一下对这些人 我可以对它写1 或写0 或写1 那输出的对 就等于会有一个比较高的电压 这个就有一个比较低的电压 就写个low 然后这个会有一个比较高的电压 这是比较high的这个电压 然后外面的bit是收到是high的voltage 或是low的voltage 它就可以再去做相对于其他事情 可以 它会自己再去做 你就可以自己再去做转换 那概念上就是这样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当我今天 如果我今天把那个什么 就是我写一个0 到这个当作output来去使用的话 前面这个例子 就是 那你就会发现 假设我今天 因为我每一次读 我都会读一个port的内容 比如说porta 这是一个porta 所以如果我今天一次读一个porta 我会拿到的是一个1 byte 的这个资料 1 byte 的这个资料 那假设我们今天取个例子 假设我外面有一台装置 那我输入一个 一串数字 给这个port 然后输进来之后 它叫做 1100 0110 这样子 那我porta一拿到之后 我就是拿到1100 所以我开始读这个porta的时候 0110 那你要注意 当我现在这个一读进来的时候 我是读到八个bit的资料 没有错 可是呢 因为我在配置的时候 我说我配置7 6 3 1 这几个bit 是inputbit 所以对我来说 这八个bit 也是一个byte porta上面 这时候上面 收到这个内容 有八个bit 八个bit 收到的数字里面 只有 其中四个是可以用的 其中五个 五个可以去使用 就是176 然后01跟3 就是说 对我来说 里面只有这个1 是有效资料 这个是有效资料 这个0是有效资料 这个1跟这个0是有效资料 其他的001 这三个位置 我基本上我就不管他 我们就把它视为是don't care 因为他的内容 对我来说无关 因为 对我来说 我当初已经把它配置成是output 所以他收到什么 对我来说 我都不应该去 去使用他 因为他不是我可以touch到的 的资料 所以这一条就是说 对我来说就是 我如果今天有output 或什么的 或是有output 丢的东西在那边 就是你不是output port的人 丢的内容 都要把他视为don't care 同样的 你不是input port 上面的这个bit 上面的内容 我就要把他视为don't care 来使用他 不管他 没有 好 那接下来 你开始有一个概念 就是 我刚刚有想过的 就是 你会把port 跟memory 特定的memory 这个位置绑在一起 因为在有一些low cost的device上面 他没有办法再多增加一些成本 去把这些port跟memory ajus把它分开的话 你就会常常牵扯到就是 就是memory跟IO board去共用 可以吗 去共用 所以 你会因为 你有没有共用 然后 会再去 划分 你把这个programIO 再去划分成 两种IO的形态 一种叫做standardIO 一种叫做memory maybe的IO 就有两种 好 在standardIO里面 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会直接去把一个memory 跟一个IO board 直接构用 所以 你会有一个情况 就会认识 像刚刚那个例子 0xcc77 它是同磁态理是porta 可以 就是你的晶片上某一些特定的脚位的写入 就会直接 就直接就对应到这里来 可以吗 然后但是 它又同时 它又允许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直接去对0xcc77 去当做memory去使用 就是意思就是 它没有把它区分开 它没有说 这一群 这一群这个位置 就是 就是不能当memory去使用 可是在pig18 就在pig18f里面 你的所有的port 所有可以用的这些port 它就起码都会把它划分在 以那个 data memory address 定位不到的这个地方 所以它 它有特定预有一些空间 来去给 给那个 就是给 就是给 这些特定的rages来去使用 所以 它会把它分开 所以在SenderIO里面 我要先讲的事情 就是 就是 有些port跟memory会够用 所以 对这些port 来去使用它 或是对这些memory位置 来去使用它的时候 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去告诉CPU 你现在是在做一个IO的instruction 还是在做一个memory的instruction 可以吗 你要如果要把它当做IOPort 来去使用它 你就要很明确的告诉它说 我现在要把它当output 来去使用它 所以我下的东西 一定是一些IO的instruction 所以你会有一些像是in 或者out的一种指令 同时呢 你的CPU 必须要去output high 到这个特定的这个脚位上面去 去告诉这个memory 去告诉你的CPU说 现在 我到底要发生的 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操作 是针对于XCC77这个位置 去做memory operation的存取 就是像road或store 还是说你要绑定在这个 记忆体位置上面的这个Port 去给它做IO的操作 也就是你想要做int或是out 在这个Port上面 可以吗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 在PIC-18F里面 就是在一般 就是一般的这种CPU架构上面 PIC-18F没有support standardIO 但你要知道 是for这种有support standardIO的 这种architecture 它有时候 它memory跟Port会共用 所以它允许某个Port 当中memory entrance也是存取的东西 它要允许它 可以去做Port的IO 来去存取 所以你就必须要告诉 CPU如果现在在做IO operation 还是memory operation 所以 你就要透过一个pick 一个signal 叫做m 然后 slash iobot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 如果在电位 这个角位 如果在电位是高的时候 就是hide的时候 它就是做memory operation 那在load的时候 它就是做IO operation 所以你要知道 因为 iobot hide的时候 就是not 然后如果今天是load的时候 就跟你讲 IO not 再not 它就是在做IO operation 所以它才跟你说 我如果今天在这个角位 去输入一个load 那就代表说 我要做IO operation 如果我确定要输出一个hide 就代表说 现在我要做memory operation 有个问题 可以 所以 当我今天 如果像这里是load的时候 我去帮他 仔细的指令 就是用in 或者out 相对的指令 然后如果我今天是做memory oventing operation 就代表说 我的 这个角位 会输出hide 这个signal会输出hide 然后我就可以做load 的时候 一些相对的指令 好 另外一种 然后 就是像 一般 那intel的micron control 上面 像8051 常见8051 它就是用standardIO 那 我们在PIC18F里面 用的是memory mapping 的IO 可以吗 它就是说 哎 这个我刚刚说的 它概念还是一样 它把特定的位置 留下来 零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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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到这里都没问题 可是呢 它为了让你不要那么麻烦 它每次都要去控制这个M 然后slash IO bar这个signal 然后是输出hide还是输出o 它说这样太麻烦了 因为你每次 PWM都要自己去检查 很容易出错 那我干脆就说 哎 我这一块 再連同這個零差CC77 我乾脆有一塊連續的位置 我都留下來 不讓使用者可以去touch它 但是就這樣說 我實際上我可以定值的是4KB 但如果你直接去看你的PK18F的spec 它可以用的這個記憶體空間是遠大於4KB的 它在遠大於4KB 你定值不到的這些空間 它把零差CC77就落在這個位置上面去 所以它把這個東西直接給portA去使用 所以當你今天這個位置 是你使用者定值不到的空間的地方的時候 你基本上你直接去存取它 就一定就是對它做IO port的操作 所以你就不用再去分 它今天是對這個port 或是對這個記憶體位置做memory operation 還是對它做IO operation 這是第一個好處 那再來 因為你所有的東西都綁定到一個記憶體位置上面去了 CPU還是一樣 CPU有辦法 只要說這個 對這個port操作的時候 就是對這個記憶體位置做操作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去指定說 我要對這個port做stall 或是load的operation 就是把它當作memory來去存取 而不用再去指令體面 不用再去提供一個特定的IO指令 就對IO port屬於這些指令 只要用人間的memory operation的這些指令 我就可以直接去捨破IO的操作 所以它直接概念就是 我把所有的IO port 都綁定到一些特定的位置 的記憶體位置上面去 當你對這些記憶體位置上面做 那個memory的操作 包含load 包含store 包含對memory上的位置做修改 我會直接反映在這個port的變化上面 所以你對這個IO port做操作 就是對這個記憶體位置做操作 你對這個記憶體位置做操作 硬體位置會讓你對應到port上面的內容的修改 所以這樣子直接把port跟記憶體位置做綁定 而不用去指定它 就只要你今天做某一邊 直接對應到另外一邊對應 一定被修改變化 這樣子的方式就叫做memory map it IO 所以大家要記得 所以它的概念就像我剛剛說的 你所有你對一部分的 一部分的記憶體位置 去來表示成是IO port 那或者我們可以把它想成是 我的IO port 這些IO port 這些特定的port 就是對應到某些記憶體位置上面做 所以我今天對任何一邊去做操作 它都會直接反映到任何一邊去 那這個就是 那這種情況下 我就可以直接對這個IO port 做任意的 memory upper priority的 instruction的操作 就直接就可以去處理它 這是它的好處 可以喔 那這個跟 你在做fire system或是OS上面 你會常常做到這種 memory map it IO MF 或是IO mapping 就是fire mapping 概念上是一樣的 因為為什麼你要 就是在那個什麼Ninux 或者在寫C的時候 為什麼要做MF 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去開個檔案 做IO存取 每次就要read open一個file 然後對這個file做寫入 寫入完之後就是close它 那你基本上這個中間的過程 你都會啟動到的都是一些IO operation 那你要注意 在系統上面 要走IO operation 它就會牽扯到 你要做system call 它的時間就會比較久 可是呢 當你今天把一個檔案打開 直接把它把這個檔案map到 某一個記憶體位置上面去的時候 就MF memory map it 到這個某一個記憶體位置上面之後 你直接對這個記憶體做寫入 就相當於去對你的disc上面某一個檔案 做寫入 所以這時候對它做的寫入 你透過MF的機制 它就會直接反映到這個檔案的上面 修改上面去了 所以它好處就是這樣 就是 你就不需要再去啟動很多的IO operation system call 然後去花很長的時間 你直接在 跟這個Memory做存取 速度上會是比較快的 這也是它的優勢 所以 你會在DX上面 或在寫C的時候 會遇到很多Memory method IO的處理 基本上都是為了這個原因 沒有 好 那這就是我們要看的 如果你是用standard IO 它會有這個in 然後portA到register 或是out portA內容到register 這個上面去 但是我們如果是用Memory method IO 我們就是把這個port 看成當作是 就是某一個記憶體的位置 就是應該把portA直接 相當於某一個特定的address 所以基本上我就不需要這種額外的印號指令 就是我的原件的RAW指令 跟Store的指令 基本上就可以拿來去使用的 RAW的一個 就是RAW的一個 adress或portA portA直接轉變成adress 把adress adress ofportA的內容 翻到Walking Regist上面去 跟把Walking Regist的內容 Store回去我的某個portA 讓它就是對應到 我portA綁定的記憶體位置上面去 它基本上就會做這件事情 可以嗎 好 那再來 你知道這種所謂的Program IO之後 我們又可以根據它的實作方式 再去劃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說Unconditional IO 沒有條件的 一種是條件式的Io 就是Conditional IO 一個是Unconditional 一個是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IO 基本上就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任何時間 任何情況下 你都可以隨隨便便去控制說 你今天要輸出什麼 不需要去等某些條件來發生 或者不需要去管其他人是不是完成 就像我今天 我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就接一個七段顯示器 那七段顯示器注意 那基本上你看 這裡有1 2 3 4 5 6 7 就7根 所以它就叫七段顯示器 就這個原因 然後這個東西實際上 它會輸出成8個bit 所以它會有一個8個bit的腳位接出來 你又可以接到你的PIC 18F的 比如說PORT A 的8根P腳上面去 然後這8個bit 你可以這樣看 你可以把它想成這樣 這個七段顯示器會有8個bit 然後它的8個bit會有這樣 腳位接出來 然後分別接到PORT A的8個腳位 那你可以把它這樣想 就假如它間離 1 2 3 4 5 6 7 8 就有這幾個 然後這裡的A 這裡的A假設在這裡 B C D E F G 然後它有到5G而已 然後這裡到H 這個應該沒有 2 4 6 8 好 因為你用所謂的H根 H根的燈條 它這個燈條就是你只要輸入1 它就亮起來 輸入0它就不亮 所以它就這樣 假設你今天想要寫的是7 7就A B C 所以你就會輸出0 然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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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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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的PORT 就是你的PORT A就會輸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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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給這個7段顯示器 它就會亮你的7 那你今天想要顯示8 就是A B C 然後F E D 你就把相對的位置把它亮起來 你就把它亮起來 隨時隨地 你就不考慮什麼什麼情況 就是你的PORT A上面寫什麼內容 它對應的有1的地方 它就亮起來 然後考慮說它對還是錯 就是想亮它就亮 這我們就叫 Unconditional I.O 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 Unconditional I.O 的例子 Unconditional Program I.O 所以你的External Device 就是Always 只要我東西有傳數值過來 然後傳1的地方 我就把它亮起來 就是這樣子 可以嗎 那這個比較少用 因為大部分情況下 我們都是用所謂的 Conditional Program I.O 可以嗎 或者是所謂的PORT I.O 那它的概念就是 我的Controller 外部Controller 會去等待一個特定的條件發生 這個發生完之後 我的Output 才會輸出一個特定的值 去讓外部的device亮起來 就是根據這個條件的成立 我才去把那個外部的device 再輸出一個資料 去給外部的device 讓外部的device 可以比如說燈亮起來 電風開始轉 之類的 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這種情況下 我在等特定的事件發生 然後才會做後續的I.O.操作 這種就叫Conditional I.O. 有時候他會把它叫做PORT I.O. 就PORT I.O. 他會怎麼運作的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比較器 這個比較器可以是任何的一種Sensor 這個Sensor可能是 今天只要溫度高於30度C 我就說 我就比較現在溫度有沒有高於30度C 或說現在的電流是不是過大 那如果過大 我就發一個訊號出來 你可以是任意種的這種比較器 或說現在濕度有沒有高於50度C 那你也可以裝一個這樣子的Sensor 我把這個Comparator接在PORT C的BitE上面 然後有另外一個LED 把它接在PORT D的BitE上面 同學來講話 或是你們講話教訊息 教訊息一下 然後再來呢 他說假設今天這個Comparator 它有凹布的內容出來 就凹布變成I 所以凹布變成I通常在這種 比較器上面的話就是 我會有一個輸入電壓 跟一個要比較的電壓 當我的輸入電壓VX 大於我的要比較那個電壓VY的時候 我的Output就會變成一個High 就變成High 那這時候 我就會變成High之後 我的燈就要亮起來 那如果它沒有變成High的話 就是它一直保持來後 我就代表說 如果就是一直是VY 大於等於VX的話 那這個情況下 LED就不會讓它一直都是變暗的 可以嗎 那如果我今天它有變High的時候 就一定是 就代表說我的那個Comparator 有輸出一個那個High的電壓出來 就是一個電壓出來 所以你按照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變這樣子 就是說 你有一個Comparator 然後你會有輸入一個VX 一個VY 那他們這個會有一個Output 這個Output 只有在VX大於VY的時候 會Output 1 Output 1 Output 1 它吸著BIT0 會把這個Comparator接到這裡來 然後我要把它變成是一個Input的調位 那一般來講 我要充實它成0 那當有一天 這個東西變成E的時候 我的CPU要去檢查 有一天它如果變成E的時候 就要說這裡的Output 已經確定了VX大於VY 我那時候我就要 我的這個Micro processor 就要去執行程序 說欸 我要接下來讓這個燈亮起來 讓這個燈亮起來 那這個燈會接在Port 1的bit1上面 那Port 1的bit1就是 等一下我都要把Port D 我把它寫PD bit0,bit1 這個我就要把它配置成是Output 那Output 我要輸出E的時候才會亮 這個東西才會亮 那我就要讓它輸出E 所以基本上呈現的邏輯就是這樣子 好 那這裡要注意的事情是 你的LED燈的接法 跟它電量不亮會有 會有關係 會有一個關係在 像這個 你要注意哦 LED燈就跟我剛剛那個 畫的那個Mosfit的概念是一樣的 那Mosfit的概念是這樣 就是你的Source跟Tramp 然後直接你要產生電壓 會有一個大的壓差 那像這個你要注意 你要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要看它的 箭頭的方向 如果它這個箭頭的方向 這也是接地 這也是接地 然後歐姆接在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歐姆電阻接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你就要注意 它的電壓就必須是 屁股的地方 要高電壓 然後下面這個地方要遞電壓 它才會形成一個壓差 才會讓它倒通 這時候這個東西才會亮 所以反過來 所以這時候 如果你像它這樣接的話 你要讓它亮的話 這裡就要必須輸出1 也就是說這裡的電壓必須要是 HIGH 才會是亮 如果是這樣接的話 有另外一種 後面會去畫 有另外一種接法是這樣子 另外一種接法是 它這裡 就是它這裡會是反過來的 它這邊接電阻 然後三角形 對 然後接到這裡來 然後這裡接一個 這裡接一個正電壓 所以它就會接一個正電壓 那這種情況下 如果是今天反過來裝的情況下 你要讓它可以亮 本質上面就是 你必須要讓這裡 有電流流過去 有一個電壓差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這種情況下 這裡反而如果輸出是HIGH 反而是LED燈 是暗的 因為這也是高電壓 這也是高電壓 因為一個壓差 電流流不過去的 流不過去電流就不會 這個LED燈就不會亮起來 反之 如果你這裡 這時候你寫成LOW的話 可是你給它一個0的值 這是給E的值 這時候LED燈才會亮起來 這後面 有話會在講 但是你要先注意 它的接法會跟 你要輸出到 某一個bit上 Port的某一個bit上的內容 有關 因為它會關係到你亮不亮 可以 所以像這個例子 我只要輸出1 這裡就會亮 如果反過來接著就要輸出0 這個就要大家注意的 大家有說這個bit1的初始值 或者一個bit1的初始值 必須要是0 那時候稍微是暗的 因為你知道到 Compat成立的時候 你才要讓它亮起來 好 那我們接下來說要來看 第一個 我因為 我兩個 這裡面有一個人要當input 對一個人要當output 只是PortC的bit1要當input PortD的bit1要當作output 所以我要去對它的 對應的Data Direction Register 去做配置 所以我的TRIS 這個就是Data Direction Register 在你的MPLAB裡面的卡牌了 它的對應的名稱 就是TRIS 然後後面的ABCD 會對應ABCD 那就是Data Direction Register of A Data Direction Register of B 然後Option D這樣子 所以TRIS 是PortC的Data Direction Register TRISD是PortD的Data Direction Register 大家自己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就要在他們特定的對應的這個bit上面 去改成0跟1 來去配置他們是當作input或output 來去使用 那剛剛有講 如果我寫1 在Data Direction Register上面寫1 就代表說我把它當作是input 如果寫0 就把它當作是output 所以對剛剛這個例子來講 那我們就來看 程式嘛 已經知道要做哪些做設定 然後輸出輸入的條件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寫程式 用Program IO的方式 然後來去寫程式 怎麼寫呢 就像這樣子 你開始會去 第一個就是ORG 0x200 ORG 在跟你的Compile說 請你在編譯的時候 或是叫做Compile的過程中 其實你幫我把下面這一段程式 擺在記憶體位置 起始點是0x200這個地方 這個預留資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要寫 Internal Service 5T 我剛剛有說了 你Internal Service 5T 這兩個位置可以擺 0x0008跟0x0008 這兩個位置 所以你在寫Internal Service 5T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它是Internal Service 5T 就算你後續要把它綁到其他地方去 但是它一開始都會先回到這裡來找 所以你就要用這個預留字 ORG 0x008 然後去先開始你的Internal Service 5T 或者0x008 看你是High Parade還是Roll Parade 的Internal Service 5T 那在這裡我們這個例子是0x 從0x200開始擺 然後接下來做一件事情 我先把Port C 如果我們去指定Bit 它這個後面實際上來可以去指定Bit 1623567 這個我們不管它 如果一天後面沒有指定Bit 直接去Set F T-R-I-S-C T-R-I-S-C 就是Port C Bit的對應的Data Direction Register 因為我後面沒有去指定Bit 就代表說這個Data Direction Register 裡面的8個Bit 也就是一整個Byte的資料 全部把它Set F Set成F 那在Pig18 我們這本課本裡面 以後你看到F 全部對應都是1 看到W 基本上就對應是0 有沒有問題 一個是1 一個是0 所以Set F 就代表說我會把這個上面的內容 全部把它寫成1 就代表說它全部要當作Input 全部這個Port C的8個Bit 都要當作Input來去使用 當然因為我們只有用到Bit而已 但是我把這8個Bit 全部當作Input來去使用 同樣的 你要去對Port D 去把它配置成Output 所以你要把Port D的Bit1 設定成0 那所以 你要對Trist Data Direction Register 也是一樣 它後面沒有去指定Bit 是多少 所以我就直接去對Trist 就Data Direction Register D 8個Bit的所有內容 都把它Clear掉 Clear F 就是把所有的E 都把它清空 全部把它清成0 那這裡寫錯 所以我對註解寫錯 這是D 對 我把Port D 我把它全部Config成是Output Output 然後每一個 每一個位置 所以我把它對應的Data Direction Register 全部清成0 那這裡沒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接下來你看 我接下來看 這支程式 你在 你寫 你的組合語言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Label 這個Label是 你後面 譬如說我今天要 用Jump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去用Label 直接去剛做 你要Jump回去的位置 所以像這裡 你有一個BZ Weight 就是說 等一下BZ是Granch 0 然後它怎麼運作 我們等一下再說 就是說 只要你今天 如果我不成立的話 我就還是跳回去這個Weight 所以基本上這就是一個回旋的概念 就是一個回旋 回旋的概念 可以嗎 好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每一次 就是CPU 就一直不斷的去做一件事情 Move F Move F 基本上這個程式 這個指令是這樣看的 F 就指的是File 他說 你把你指令的這個File 這個File通常 在PicEva裡面 他們自己 就是在他們的規格書裡面 他們就說 我把每一個Memory Address 都當作是一個File 就是一個Byte的內容 一個Data Memory的Byte的內容 他把它當作一個File 他把這個File的內容 從Port C 搬到Walking Regist上面去 Port C 就是我剛剛Comparator 接著那個Bit0的那個位置 我就把這個內容 搬進來到Walking Regist上面去 可以嗎 所以 搬到Walking Regist 那接下來 我對 我把這個東西搬過來之後 這個是Port C Port C 翻過來的 其中裡面 我只有這個位置 是我在意的 因為 Port C的 Port C 是我的Comparator 輸出 它還很多是輸出Walk的地方 所以我只對它的 位置的內容做 比較關心 那其他的 我有可能會收到一些雜訊 這些雜訊 我都不管它 我都不想管它 那怎麼做呢 我就去對它做AND 就是ANDLD ANDLD LD就是我跟我的指令的 immediate data 去做AND 所以我會 這個上面的內容去 AND零差零一 零差零一就是 零零零零 零零零一 這個就是零差零一 零零一 AND完之後 你做 你在做什麼 你現在有點像是 對它做一個Mask的操作 你把你不要看的這些內容 這些7個bit 從bit7到bit1 這7個bit 你全部把它AND0 所以它不管是什麼 我不管說到什麼 它一定是 一定是 一定是零 一定是零 然後後面 如果這是零 AND1完之後還是零 如果這是一 AND1完之後就是一 所以我最後只會留下 Port C的bit0的那個資料 然後看最後的結果是1還是0 那接下來做什麼事情 我用branch if 0 bd就叫branch if 0 他在做這個bd的時候 他就去檢查 0是0 flag 性命上有一個0 flag 如果你今天 剛做完的那個AND運算 運算完之後 假設還先出 進來的值就是0 就是差零零零零 然後AND0差零零零 0差零一之後 你就反而是0 那如果出來的結果都是0 那如果出來的結果都是0 0 flag就會被設定起來 就代表說 我現在 我的bitC上面那個 Hopport C的bit0 上面的comparator的那個 內容還是輸出是0 就是VX還是小於VY 所以這時候 我LE就不應該這樣 那這種情況下 如果反而是0 我就跳回來 就代表說 因為我comparator 它真的沒有成立 我需要量 它在一直不斷檢查 檢查到某一天 它今天公開是1 AND1完之後 它是1 結果非0 所以你的0 flag 就會被設定是0 這代表說 我終於 我終於有收到hide值了 告訴我 concred告訴我說 所以我VX這麼大VY了 所以這時候 我做hide值出來 結果才不為0 不為0的話 就不會被設定 所以這時候 我會逃這個bd weight 這個就不會成立 我就會執行下一道指令 那他接下來做的事情就是 MOVLW 就是我去對我的working radius的值 去載入 00 0x 02 0x應該是0000 0010 0x 然後接下來把這個 這個working radius的值 搬到portd上面去 就是搬到這裡去 那你要注意 搬到portd上面去 這個東西就等於複製過來 複製過來之後 這個位置是很重要 因為這個東西代表的是 bit e of port d 那bit e of port d 就是我們剛剛接LED的那個地方 換我們說 你要輸出hide 讓它輸出e 它才會亮起來 所以這這樣子就亮起來 接下來就開始 已經完成任務了 我就施力了 那或者是做接下來的事情 所以 在這個例子裡面 就是通常 我們如果做完 提供 就是 上面要求的 做的事情 客人的例子就是這樣 後面它就施力了 這就是施力了 那 就看到這裡 就是它整個運作流程 OK 那這個中間就是它的講解的過程 這個我們就不說 因為剛剛都講過 好 那 我們要比較在意的事情就是 你記不記得 剛剛有一個位置叫做bz wait 然後你跳回去 wait 然後斑 就是move b move f 然後port c 然後working register and lw 然後0x01 就是這三段指令 好 我們要講的事情就是這樣 所謂的tooling 就是tool的io 就是指的是 cpu會一直不斷的主動 花自己的執行時間 因為你在執行指令 去檢查 zero flag 有沒有變成 從1變成是0 你才可以跳出這個wait 的迴旋 不然就是只要每次zero flag是1 我就會跳回來 重新再執行 再去 展入一次 and 然後做檢查 檢查zero flag 然後再跳回去 一直不斷在尋回 一直不斷在輪迴 一直在檢查 這種一直不斷的去檢查 某件條 某個條件是不是已經發生 這種就叫pooling 我去檢查 某個條件是不是已經發生 就叫pooling 所以會導致我的cpu 沒有去執行其他 程式的運算 程式碼的執行 而是不斷的 把cpu的執行時間 花在這個地方 那像你們現在 你現在在選oOS 我不知道 張大臣是講到process了沒 你們講要schedule了嗎 你們講要第幾張 OS 講第幾張 你講到process嗎 是嗎 是process 只要process之後 你會開始 像 我們現在講這個quick的尾巴 你通常只有一個簡單的任務 我覺得很還好 可是當你今天 你開始 開始有這種所謂的 麻雞果根魚的概念的時候 就是 我們實際上 像我們在一般在執行的程式 就在工作上 或是一般電腦上 路上的程式 我同時 大家都很有那個 應該很有概念 就是 我同時一定會開好幾個視窗 中間跑個low 然後後面開兩個 開個 開個chrome 然後去搜信 或是看youtube 中間在一個兩個通訊軟體 然後在一個什麼 因為同時 有很多隻程式要跑 那 很多隻程式要跑 對我們來說 你在做的事情 它基本上就是 你要怎麼樣去實現 這種多隻程式在跑的假象 看起來很簡單 就是我讓CPU 在low上面 跑個短短幾秒 幾個 幾個microsecond 處理一下 讓你動不動畫面 動不動 然後放一個 然後再切去 切去那個line 然後收一下訊息 再切去youtube上面 再撥下面幾個 收幾個frame 然後再往下撥 然後再切回來 你的low在上面 拍訊子不可以在這裡 切換 那 像這種情況下 就會很像是 我今天 每次跑回來 來到你的low的執行的時候 你就一直在跑 只會說 有沒有 某個條件發生 沒有發生的話 我根本就不讓你移動 然後其他層次就 只有等到 等到 CPU切換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往下執行 那這樣很不用market core 但是 如果是做一個core的時候 然後去使用 來看的話 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好像 把每一次可以 執行指令的 寶貴的CPU時間 然後發 都花在這個檢查 這個條件 有沒有採測 這個情況下 那對我們來說 這種情況下 這一支城市 它沒有任何的progress 我們通常會講progress 就是它沒有任何的progress 講progress 基本上就可以把他想的是 它沒有在執行其他的 往下執行其他的 該執行的職業 所以它的城市的進展不好 就沒有沒有沒有 我通常就block在這個地方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是 把CPU 寶貴的運算時間 讓他花在產生progress上面 就是他去執行 該執行的事情 而不是等在 壞毀圈上面 那 所以 因為這樣子的考量 才會延伸出來 後面的這個 interrupt IO的一種變形 那它的概念基本上就是 就這樣 它基本上它就想要解決說 我會用conditional program IO的時候 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說 我的CPU 大概只不斷的花時間 去檢查一些status status a bit 就是像這裡 output of comparator 有時候你是檢查某一個flag 在一個way的軌圈上面 那這樣子會讓我的 程式沒有進展 那 雖然我可以用model programming 去切換給其他process去使用 其他process可以往下進行 但是我只要再回到這裡來的時候 我就還是一樣在花時間 在檢查這個loop上面 我不希望這種事情一直持續發生 所以他就說 他就說 有沒有一個方法 就是 我可以不用 slow down 我的CPU的速度 然後讓它真的可以花在 該執行的事情上面 所以這種情況下 才會有這種interrupt IO 它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它是一個由device去發動的一個IO transfer 它就說 你的internal device 通常它會接跟pin腳 到你的CPU的int的腳位上面 interrupt的腳位上面去 當你接這個device 一般的情況下 CPU就去處理它要做的事情 然後由device來自己通知你說 現在條件已經滿足了 或是當它今天真的 它需要IO處理的時候 它才去通知CPU 它需要請你幫忙 處理一些IO的運算 否則的話 一般情況下 它都把 都讓CPU去主要都處理在 讓它的process發生progress 這件事情上面 把重點 把重點 讓CPU把重點花在 讓顯示產生progress 這件 這件入圖上面 所以它就說 當我今天這個device 需要IO transfer的時候 需要microcontroller幫我 去處理IO transfer的時候 我就去啟動 我就去啟動這個 就是IO operation 透過送訊號到 interrupt的這個pin腳上面去 而當今天你的microcontroller 收到這個interrupt的pin腳 發送到訊號的時候 它就會馬上的 在它現在執行的這道指令 執行完的時候 它就跳去處理你的 就是暫停它手上的事情 去處理你的 你的這些IO operation 然後所以 然後這種IO operation 那通常是 去處理這個interrupt 對應的交代的這些任務 所以它就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就說 你的microcontroller 通常會去 去完成當前的指令 以及 把現在的內容 ProgramCounter的內容 以及Status Regist的內容 把它Push到我的Status上面 存下來之後 那我就跳去 執行相對應的interrupt Service 5T 可以用 所以它這裡 它就說 那接下來 你把這個ProgramCounter的內容 跟Status Regist的內容 存起來之後 我就把我的位子 我剛剛講過 你會去跳去一個 一個特定的subroutine-like的Program 類似像subroutine的Program 類似subroutine的Program 類似subroutine的Program 只是這裡叫做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而這個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是有特定位子的 我剛剛一直在講 兩個位子 0X008 跟0X0018 兩個位子 就完全看 我今天是收到 是 high priority的interrupt 還是low priority的interrupt 來去指定 可以用 好 跳過去就會開始執行 我們先假設 你跳過去的那個位子下面 一定都可以把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你處理完 處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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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每一道指定都做完之後 最後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的規定就是 你最後你一定要是 那個return 就是return 然後這個return 通常是一個return 但是return通常就會 去把 導致說 你會先把你的Program counter 還有Status Regist的內容 從你的Status Pop出來 然後你把它還原到 相關的Status Regist上面去 然後接下來 我就可以這場 回去執行下一道指令 我還原之後的Program counter 以及Status Regist 然後去還原下一步指令 所以我剛剛 暫停的下一道指令 我就可以再去 接著去處理 好 那我們來看 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 寫這樣子的interrupt Io的程式 然後再做處理 剛剛一模一樣的事情 會變成是怎麼樣 怎麼樣的進行 接線還是一樣 只差在剛剛 你是把 comparator的output 接在 Port C的bit0 改成接在INT角位 注意哦 這改成接在INT角位 接在INT角位之後 你可以做的事情 會反映在你寫的程式上面 你寫程式上面 就會變一個樣子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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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的 這一段是不需要的 我覺得 這個Safe 這個C 這是不太需要的 這個是剛剛弄的 這個是不需要的 第一個 你一樣 你要把你的 Data Direction Register 就是 T-R-I-S-D 就是 然後把這個 一樣這個是 註解錯的 這是D 然後一樣把它配置成output 就是把它透過 可以有的 把它進扣 然後 然後你要 然後 因為我在呼叫 INR-I-S-S-E-S-E-T的時候 我需要一個State Pointer 所以 我需要一個State 所以我們通常要對 State Pointer 做一個初始的話 那 你這個State Pointer 然後放在哪裡 就可以 反正它最多這個State Pointer 就是幫你存三個二個位置 然後 所以你像這裡的話 就指定0x15 當作起始位置 去Push進去你的 Program Counter 跟你的Status Register 所以它就是說 我把0x15 先roll到Walking Register上面去 然後再把這個Walking Register的值 存到State Pointer的內容上面去 把State Pointer初始化 變成是 0x15 就是State的最底端就是0x1 就指著這個地方 WMP 好的 接下來 注意喔 那接下來它就開始做一件事情 它說 我開始 我就開始做一件事情 我先把比如說3 移動到Walking Register上面來 注意喔 就這裡 所以 就是 假設接下來 下面這裡 就可以是任意程式 就跟剛剛不一樣 剛剛是 剛剛是 我就要把Port系列內容 載到Walking Register and LW 0x01 然後 branch0 然後回去wait 現在不用 現在就是任意程式 就是 你就是可以從這裡開始 你就可以任意程式 做完設計之後就任意程式了 就 就往下寫下去 好 那 所以 這裡 這裡條路就是提供的 任意程式可以點點點下去 所以到這裡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去做 以前要做的事情 它概念就是要幫你講 就是要講這件事情 那實際說下面講這個 任意程式法 第一個是 我在 Move3 到Walking Register的時候 假設我會做這一句的過程中 我剛把 Instrustion Fetch 進來到Instrustion Regist 剛剛Decor完 然後要做Execution 的過程中 我收到Interrouter 就是剛好這個 剛那個前面那個 Comparator 拋鋪到你的Interrouter 一個PIN角之後 我會做什麼事情呢 我就會先把我這一道指令先 處理完 處理完之後 我會先 我就會像我的Port系列 已經會更新到這個位置上面去了 這是可以看的 0X200 然後假設這個我放 就是0X202 0X204 0X206 0X208 0X21A 20 20A 然後這個是0X20C 我的Port系列 會更新成0X20C 我就會先把0X20C Push進來 然後Status Regist 然後Status Regist 我就寫SSR 然後我一個括號 它的Content 我把它不去進來 接下來我就jump到 我的Program 會不會直接 改到0X208 就是我的 Internat Service 5T那邊去 我就jump過去了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 要看的事情就是 jump過去之後 就是你看這0X208 我就jump過去了 Internat Service 5T要怎麼寫呢 其實也很簡單 它要做的事情 就是讓LED燈亮起來而已 所以你的Internat Service 5T就會變成 你會在層次板裡面 寫一個地方 說這個接下來 是Internat Service 5T 我要擺在0X0008 這個握紙上面 那它要做的事情 就是讓LED燈亮起來 所以它就是一開始 先把0X02 翻到Walking Regist上面去 然後再把它 Walking Regist的內容 擺到0X0D上面去 那個PortD上面去 所以PortD就會變成000 00 00 這一個 Bit燈有和PortD 就是讓LED燈亮起來的 關鍵 你把它寫成1 寫成1 接下來說 Return from Interrupt 那一呼叫這個 Return from Interrupt 這一道指令的時候 你剛剛 Push進去的兩個東西 一個是0X20C 跟Status Regist的內容 就會被issue的PUB出來 還原 PUB出來 然後因為Program Counter 然後接下來就 就再繼續 回到上一個 剛剛斷的地方 就是 回到剛剛結束的地方 就下一道指令 就是Move WF 0X30 就可以再繼續執行下去了 所以你有看到差異了嗎? 差異就是差在說 如果我說Program IO 我開始不斷的自己去搜集 那個我接近的那個P角 然後去檢查 我的Complete是不是有 有 就是 那個BX大於EY 那個條件是不是有成立 但是如果要把改接 在Internet Service 5D的PIN角上面的話 我就可以做其他事情 一直到 Internet的PIN角 收到訊號之後 我才jump去 我的Internet Service 5D 放的那個位置 然後去執行它 規定要執行這些 這些程式 你就會差別 就會差在這個地方 OK 後面應該就是它的書名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事情是 我的Internet IO 在我的PIC18裡面 它基本上分成幾種類別 一種是所謂的外部的Internet 一種是內部的Internet External跟Internet External跟Internet 通常都是由 就是ExternalDevice發起的 就是你會外接一些 外接一些Device 比如說像我們的溫度感測器 像我的電壓比較的感測器 或者像我的溫度的感測器 你可以去裝 Whatever 或是說紅萬線距離的感測器 到了某一個 我回去一下 我就把它輸出HIGH 這樣子 你可以接 Whatever什麼樣的 comparator 然後到你的Port 就到 讓它的Output 到我的這個什麼 我的那個 Int的PIN角上面去 那 通常 這些External Interrupt 又可以分成兩種Type 一種是所謂的Maskable 或是Maskable Maskable Mask Mask就是遮罩 所以代表說 我這些Interrupt的類型 又可以按照他們的重要程度 去劃分說 我今天這個東西是不是 我所謂的Maskable 就是代表說 假設我今天在處理更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我可以暫時把Interrupt先 就是蓋起來 就是遮罩 這個情況 就是我蓋起來 這段期間 如果有任何的External Interrupt 發進來 我就不處理它 那如果今天這個東西 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Interrupt的形態 就比如說 像 今天 我的電壓感測器 發生到 現在電壓迅速的下降 我趕快發一個通知之後 你趕快把 因為裡面 比較重要的東西把它存起來 像這個就是蠻重要的 斷電 保護的這種 Interrupt設備式 一定會比較重要 因為它這個情況下 通常會 系統會搭配一個額外的電源 它會說到你這個額外的電池 到完全用完之前 你可以比如說 你可以存幾百個Byte的內容 那你趕快把 現在比較重要的這個資料 先把它再存起來 所以像這種 比較重要的這種 External Interrupt 就會像 譬如說 斷電保護的這種裝置 我覺得這種 是所謂的 Non-Maskable Interrupt Service 所以我就可以按照 它的Interrupt的形態 再去幫它劃分說 哪些人是可以暫時的擋掉 我不要去處理它的 哪些是 就算我現在做執行 在重要的工作 只要今天這些事情發生 它就在你的系統群體之上 你就一定要優先處理它 你把現在剛下的事情處理完 你就要優先處理它 這我就叫 Non-Maskable Interrupt 可以嗎? 所以我就說 剛才我就說 Non-Maskable Interrupt 不可以去被Innaval或Disable 就是你不能去 蓋掉它 就是 你在處理的時候 就是只要它來 你就是一定要處理 這是一種 可以嗎? 所以通常這種 Non-Maskable Interrupt 通常會有比較高的權限 比我的那個Maskable Interrupt 比起來 我還有比較高的 interrupt權限 那Maskable Interrupt 概念上很簡單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跟這種 Non-Maskable Interrupt 一起來的時候 你既然可以蓋掉 我短暫時間 我不要管你 你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你這個任務 不是那麼重要 如果你還需要 請在後面再 平板著再發 下一次通知 你只要我今天 我重要任務處理完之後 我把這個 重新把這個 interrupt Ennaval起來 我就可以收到 幫你處理了 所以當它跟Non-Maskable 我看到Maskable 兩個一起來的時候 Processor會優先去處理 Non-Maskable Interrupt 然後再去處理Maskable Interrupt 就是它有 無優先全的 排序的各個高低 那 那Maskable Interrupt 就像我剛剛說的 通常是會去處理 這種power value 的一些事件 他說 我今天在 電壓很快的下降的情況下 我的系統會有一個 感應器 去偵測這件事情 他說 今天怎麼突然間 迅速的從電壓 從110度降至55伏特 他說你很快要斷電了 那中間會有數根 那你也做的事情就是 那你也做的事情就是 我趕快 我趕快會發一個 通常說 你今天會有power value 的危機 所以其實你趕快用這個 就是 你通常會有一個備用的電子 這個備用電子 會允許你說 你會做大概幾百個指令 然後去把一些重要的資料 一些定義好的位置 這些資料的內容 趕快寫到 這貓貓的Memory上面去 寫回去Disk 寫回到SSD上面去 那你可以等下開機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掃這個 然後去把你的一些重要資料 把它還原回來 所以 你這種說 Maskable 通常就是認為這種 power value interrupt 屬於事物運動進去 好 這是一般的電腦 它是support的 可是像pink的地方 它經常是一個 low cost的一個晶片 所以它基本上是不去 support任何的 Maskable的interrupt 所以這個大家要知道 等一下 好 interrupt有分 Maskable 所以如果今天這個interrupt是Maskable 它就可以被disable 或是enable 透過instruction 你可以去disable它 或是enable它 就是說我可以暫時的去把它關掉 不要去 等一下有接受到 這樣這種類型的 我可以不要去處理它 或是我就 然後等到我重要的事情處理完 我就把它打開 這樣子 所以通常 通常像這樣子的 這種所謂的Maskable的interrupt 就是像 比如說 你的AE Conversion的世界的完成 或是像你的Timer的interrupt 我設定的時間到了 計時到了 Timer時間到了 那我會發一個通知 或者說像我在後面會教大家 用SerialIO去傳COMPO 那些資訊內容 這都可以暫時的去把它遮蔽掉 讓我的系統可以花時間 在處理更重要的事情上面 可以喔 好 那有一些Maskable controller 它會允許 包含它會有一些support 一些所謂的Soft Interrupt instruction 那這個通常 Soft Interrupt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AD Conversion Time 這個都是 都是你的 像你的 你的系統裡面有所謂的 叫什麼 我突然忘記 那個 有個詞 Signal 那叫Signal的話 就叫Signal 那你是 有些人就會把它叫做Soft Interrupt 不一定對 就是它 這樣解釋有點 每一個人講法 上面不一樣 不一定對 如果你問泛指 或就是由軟體 或是你系統內 特定事件 發出來的一些Signal 它們有時候會把它叫做Soft Interrupt 但我要說 這不一定對 因為可能在Index 裡面沒有這種所謂的Soft Interrupt 按 就基本上是按照各家廠商 自己實作的方式 然後去 它會給這些類似 類似行為的人 給它一個名詞 叫Soft Interrupt 就是Soft Interrupt 這個是大家可以注意的事情 好 那P2E8F裡面 它基本上它就是 就是只有支援External Maxable Interrupt 但是它沒有所謂的External Not Maxable Interrupt 這P2E8F裡面 可以處理的 那P2E8裡面有所謂的Internal Interrupt 這個Internal Interrupt 通常就是我剛剛說的 Timer的Interrupt Aerror to Digital Conversion的完成 或是用Serial I.O的完成 它能夠發出一個Internal 就是由自己P2E8F內部的原件 發出來的Interrupt 那這個也是一樣 處理的事情 也會是一樣的 配合 那最後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所謂的Interrupt Address Vector 那這個用法 基本上在用在幾個過程 就是說 你假設你的Interrupt 你的Interrupt的內型有很多 或者是你的Interrupt 你的Interrupt的Service VT 整個實作內容 大於你可以去指定的這個 這個0X00 0X0008 跟0X000118 這些位置 假設 這個位置你擺不下 這中間的Spite 你擺不下 你的Hoppa 以及Service VT的話 你想要跳去其他地方 或者是 你有更多Interrupt設備Service VT 是要 要處理的 那你沒錯的事情就是 一開始跳到這個地方 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你可以 直接就是 跳到其他地方去 或者是你直接在這裡寫一個 檢查說 假設今天 Interrupt有進來了 那我知道 在我的 程式的設計下面 會發出這種Interrupt的 類點的人 可能有5種 然後這5種可能有時候是 因為除以0 結果結果是0 有時候他可能是 他結果是複數 或是他 比如說他是某一個Port上面 已經被擺入東西 你就可以先跳到這個位置上面 先去檢查 就是說我去確定 我是哪一種Interrupt的形態 然後再看這種形態下面 對應的Interrupt設備Service VT 是擺在哪一個位置 開始運行的 我再跳過去 所以如果你是跳到一個地方之後 看某些條件 決定他是哪一種形態之後 再跳去他特定的 Interrupt設備Service VT 儲存的位置 可以去值起來的話 只要是這種方式 我們都可以叫做 Interrupt Address Vector 可以嗎 就是Interrupt Address Vector 就是 你會有很多種 很多種不一樣 Interrupt設備Service VT 那你需要按條件 然後去畫回去 然後所以你過來 你要先去查表 查完表之後 再跳去相當一個位置 這樣就叫做Interrupt Address Vector 概念上就是這樣 所以 我的每一種 每一種 每一種 就是每一個 那個Processor 它的Case or Interrupt Service VT 基本上就 像我們PIN的話 就只有兩種 High-Party Interrupt Service 跟High-Party Interrupt 跟No-Party Interrupt 可是我想要再把它 劃分的更多的話 我就可以透過這種 Interrupt Address Vector 的始作方式 跳去其他地方